整座大陆都争着当他舔狗的女神 如今竟求着一个公认的傻子少爷娶他 殊不知 他的肉体早已被其他的灵魂占据 原来早在两个半小时之前 统一武林的天魔神教教主因拒绝呈现 被天道一雷电给击死 结果意外魂穿到这个叫卢曼的男人身上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他便是让管家带他去找这里 最年长的老者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管家一脸猛逼 虽然自家少爷平日里就不足聪明 但今天却格外的傻 不过身为下人 他只能听同吩咐 经过打听卢曼得知 这具身体的父亲是这片领地的领主 而这里也与他之前生活的武林截然不同 这片大陆分为骑士与法师 他们分别是使用神力与魔力 此时的卢曼正听得津津有味 突然门外传来了吵闹的打斗声 只见三个刘华强正在欺负一个卖瓜的少爷 听到动静的卢曼询问管家发生了什么 管家在看到对方身上的纹身后表示 这三人都是布拉德邦的人 他们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那个瓜娃子应该是欠了对方不少的钱 管家的话还没说完 卢曼便上前让几人住手 在看到来人是村里出了名的傻子后 几人都是一脸的嘲讽 管家这时赶忙上前劝少爷和他回家去 可卢曼却漫不经心地询问他 按照当地的法律 这些人都犯了什么事 管家一脸震惊 随后他紧张地开口说道 如果是男孩欠债且未能及时偿还 那么理应受到处罚 但布拉德邦没有权利对其执行处罚 最重要的是 他们侮辱了您 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单凭这一点 就算是用性命偿还也不为我 听到这里 卢曼捡起脚边的一根树枝 我身为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现在要对你们处以死刑 卢曼的话让小嘎嘎们显得十分不屑 他们纷纷抽出腰间的武器 嚣张地开口说道 你没看到我们身上的虎牙纹身吗 卢曼发出一声冷笑 一个闪现便来到光头面前 光头还未做出反应 他的喉咙就被卢曼击穿 其他人见到老大被秒 纷纷拿着武器冲了上去 但很快 卢曼再次秒杀一个 这可把管家给看待了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傻子少爷 此时场上的歹徒只剩一人 他惊恐地朝外逃去 但作为曾经的武林魔头 卢曼自然不会放走任何一个招惹他的人 他一把抓住小嘎嘎的头发冷冷开口说道 我不会夺走你的性命 但既然你敢乱说话 那就要付出代价 说话间 卢曼已经割掉了他的舌头 我是卢曼德米特里 如果有人对我的处决不满 可以随时来找我 堂堂东方武林第一人 应拒绝成仙被天道消灭 灵魂穿越到一个傻子少爷身上 开局还遇见了三个刘华强 虽然轻松将其给干掉了 但卢曼对自己的这具身体十分不满 体内的气息储量不够 运气能力也糟糕至极 看来自己的尽快搜集信息 重新调整根基 好让这具身体脱胎晃悟 这是瓜娃子一瘸一拐的上前倒戏 卢曼让他别误会 刚才的举动并非是想要帮他 而是单纯的要执行领主长子的义务 他质问瓜娃子刚才是不是卖给他们生瓜蛋 听到这个瓜娃子一脸委屈 他告诉卢曼 他的父母因为没钱 中地于是向布拉德借了点钱 原本等正常收获之后 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 可结果那帮家伙为了让他们还不上贷 竟将地里的食物全都糟蹋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看上了他的妹妹 他恳求卢曼能够帮他 只求他妹妹一个人的性命就不够 看着对方的眼神 卢曼突然想起了曾经手下的四天王之一 狂魔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的狂魔也是生长在这种环境 在询问了对方的名字之后 卢曼便转身离开了 领狗时他告诉对方 这件事他会查清楚并给他一个交代的 与此同时 一辆马车正在急速朝着德米克里领地赶来 车上坐着的正是卢曼的未婚妻 弗罗拉小姐 不过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找卢曼疏通下水道 而是来和他退婚的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在见到卢曼后 彻底给搞了吗 当舔狗不舔了 女神反而急眼了 他跟在卢曼后面追问他到底是怎么想 卢曼让他不必浪费时间 解除婚约的事情他会付全嘴 说着他便来到了父亲的房间 在听说卢曼要和劳伦斯家族解除婚约后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 他大骂卢曼是个蠢物 原来再过六个月 卢曼就要前往一线参军 而和劳伦斯联姻是解决这件事的唯一途径 而且他还听说 白天的时候 卢曼在菜市口对布拉德的人进行了公开处击 要知道作为领主的 他都不敢轻易对布拉德下落 可他的蠢儿子竟给他惹出了这么大的麻 想到这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酒杯丢了过去 卢曼没有多 硬生生地挨了一下 他淡淡地告诉父亲 这件事他会亲手去解决的 说完他便转身离去 谁料一出门就再次撞见了弗罗拉 原来刚刚对方一直在门外偷听 他劝卢曼不要意气用事 布拉德的人不好惹 卢曼淡淡偏了对方一眼 难道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 弗罗拉小姐 你不觉得现在的你有十分寸吗 众人眼中的废物少女 竟要独自一人灭掉当地第一黑帮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疯了 管家更是追在屁股后面让他赶紧回家 然而卢曼对此并不在意 他故意带着管家在城里转了一圈 然后找了家酒馆点了一桌子踩 他告诉管家 接下来的行动很危险 他要独自一个人去调查布拉德帮的事 管家一听就急眼了 难道少爷是嫌弃老奴了吗 对此卢曼只是淡淡一笑 能陪我出来你就已经完成你分内的任务 说完他便一个人离开了酒馆 没错 关于布拉德帮的卢曼了解了一下 这个帮派并不强大 但却一点分布组织 很难一网打进 所以与其找到他们 不如让他们来找自己 卢曼从一开始就是故意和管家在街上游荡 而且今天还是骑士团定期训练的日子 街上的卫兵比平日离少 所以他断定对方一定会伺机对自己下手 果不其然 卢曼刚走到一处没人的巷子 三个不知死活的小嘎嘎就跟了上来 另一边 管家汉斯见少爷丢下自己 便焦急地跑去了训练场 他找到骑士团的团长乔纳森 让其赶紧和自己去救少爷 对于这个爱惹事的少爷 乔纳森也是十分头疼 要不是城主曾告诉过他 让他协助卢曼解决布拉德的事情 他也不会淌这套浑水 与此同时 卢曼已轻松解决了巷子里的三名小嘎嘎 并从他们口中套出了布拉德的街头暗号 在一处热闹的酒吧里 卢曼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他笑盈盈地来到吧台 淡定地将街头暗号说了出来 听到这个众人顿时不淡定 纷纷抄起武器朝卢曼起来 然而仅仅一个照面 就有三人被卢曼制服 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众人全都是一脸震惊 这还是那个懦弱的傻子少爷吗 看着一脸惊慌的众人 卢曼发出一声冷笑 天魔神宫作为武林第一功法 仅凭呼吸就能提升自身属性 虽然修炼的时间较短 但对付这群杂鱼绰绰有了 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 乔纳森带着卫兵匆匆打来 可他看到的只有一片狼藉和倒地不起的小大大 这时卫兵上前汇报 表示他从一名幸存者那里得知 卢曼少爷已经前往敖伦斯 而那里正是布拉德的左 这个表面上人畜无害的男人 背地里却是个杀法果断的狠言 为了得知布拉德总部的位置 卢曼已经削去了酒馆老板的两根手指 可对方仍旧选择左翼 这下卢曼更兴奋 因为越是这样的人 说明他知道的信息越多 他走到一旁的桌子上 拿起照片笑盈盈地开口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害怕的东西 比如说让我找到你的儿子 听到这个酒馆老板当场怒 你身为贵族 竟拿家人威胁我 布拉德为了讨债胡作非为 让债务人的家属沦为奴隶的事情实属常见 有些事情你还是想好了再回答 杀你儿子这件事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与此同时 布拉德总部帮主已经知道了 卢曼一人消灭了 德米特里分部的所有成员 虽然难以置信 但更让他感到棘手的是 德米特里的骑士团 没错 他一收到消息 卢曼正朝着总部赶 而骑士团也跟着一起来了 他让手下集结所有兵力 势必要赶在骑士团到来之前杀死卢曼 然而他的这份自信 仅在卢曼到来后的两分半就变成了恐惧 总部的人除了他之外 无一人性命 他像死狗一样被卢曼拖向了城镇广场 此刻他的内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不想死 他不停地给卢曼磕头 希望他能放自己一马 就算是做牛做马他也愿意 看着磕头如捣算的布拉德帮主 卢曼发出一声冷笑 你不觉着在攻击我之前 就应该得出这个结论吗 布拉德帮罪不可赦 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除恶无几 一脚踏碎布拉德的脑袋 这一幕震惊地在场的所有人 而刚刚赶来的乔纳森也恰巧看到了这一幕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家的那个废物少爷 与此同时 卢曼公开处刑布拉德的事情传到了劳伦斯领主那里 虽然卢曼的身份可以自由出入劳伦斯的领地 但作为外人 公开处刑别人领地的犯人 这就有点太不把领主放在眼里 手下纷纷指责这个矛头小子太目中无人 可劳伦斯心里却是另外一种想法 众人口中的傻子少爷竟做出这种惊天地的事情 看来自己是捡到宝了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他那个孝顺的女儿 早就背着他将这门婚事给退 老父亲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最废物的儿子 竟然一个人灭掉了整个黑棒 卢曼为了不给自己长麻烦 谎称自己偷偷练习了两年半的剑术 这让老父亲更加欣慰了 同时他提出了个请求 那就是看看儿子的剑术 次日 父亲带着卢曼来到了家族训练场 可当他提出让手下与儿子练剑术 现场竟无一人回话 开玩笑 大家都知道自家少爷是什么尿性 赢了没什么好处 输了搞不好还会被踢出骑士团 谁会想着陪领主的傻儿子演一出戏 副团长克里斯是这么想的 但他没想到 领主大人尽点名让他上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少爷醉酒闹事 自己秉公处理 结果闹了个不愉快 这次妥妥地给自己找小鞋穿了 他请求团长乔纳森换一队 但乔纳森却表示作为自己的 他很适合与少爷对练 比试前 他特别提议让双方全力以赴不要保护 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克里斯 似乎在暗示他 为师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看着眼神慌乱的克里斯 卢曼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而这番举动在对方眼前宛如挑衅一般 所以一开始 克里斯就动了真格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卢曼只是站着不动 就挡下了他的认真意见 不幸邪的他再次冲了上去 可不管他如何进攻 始终无法碰到对方的包皮 不仅如此 他的头发还被削去了几根 此刻的他终于感受到了压力 就在他思考对策的时候 卢曼突然淡淡开口 热身结束了 该我进攻了 话音刚落 卢曼便急速冲杀上来 几轮猛烈地攻击下来 克里斯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不管怎么说 他是绝对不想输给对方的 那样简直太丢人了 终于在看到卢曼的一次破绽时 急眼的克里斯使出了一心气力 台下的众人发出一声惊呼 卢曼也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到了 但这也仅是让他惊了一下而已 克里斯的进攻虽然威力十足 但却无法伤及卢曼 不仅如此 他还趁机击倒了对方 看着倒地不起的克里斯 卢曼没有说话 但他对克里斯也有了一个综合评价 太弱了 就连曾经魔教中最低级的武士也比他强 而他却是骑士团里剑术天才 看来这个世界的强者也不过如此 两天半前他还是众人口中的废柴 结果现在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剑术天才 看到儿子的表现 老父亲显得十分欣慰 他让卢曼随意提要求 只要他能满足的都可以答应 卢曼微微一笑 随即开口说道 听闻半年后我就要奔出战场 请允许我亲自挑选兵力 对于这样一个请求 老父亲显得十分吃惊 儿子不是一直反对上战场的 今天怎么这么勇啊 他让卢曼想好再回答 但卢曼依旧坚持自己的要求 父亲闭上眼睛沉思片刻 随后便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片刻后 克里斯苏醒过来 但一睁眼 他的老师就告诉他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卢曼少爷要带他上战场 他本能地想要拒绝 但乔纳森表示 只要他能乖乖听话 并在这段时间内观察少爷的变化 他就会将自己的秘技传授给他 听到这个克里斯顿势不淡定 那可是成为三星气力骑士的秘诀 与跟随少爷上战场这件事相估 他所承受的痛苦根本微不足道 次日 卢曼找到了克里斯 对于这个只会喝酒打牌的顽固少 他打心里看不起 但爱于和老师的约定 他只能尽量满足卢曼的每一个要求 而第一件事便是想他解释什么是气力 他告诉卢曼 所谓的气力是神力的一种 也是骑士们最常使用的力量 魔法师通常会将神力储存于圆环 而骑士则会让神力弥漫全身 气力的创始人是亚历山大 与魔法师不同 他通过让气力弥漫全身 让人类的身体变得强大 他也是第一个领悟这种方法的人 所以气力就是只让神力瞬间爆发的力量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只有一部分天选之子才可以领悟神力 成为气力其实的概率是千分之一 而成为魔法师的概率则是万分之一 所以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资质 其中最基本的资质就是要感知神力 听完对方的解释 卢曼微微点头 既然这样 那就从感知神力开始吧 克里斯嘴上答应 但心里却是十分不屑 开玩笑 自己花了半年时间才感知到神力的存在 这已经算得上天赋异禀了 一个废物少爷也想感知神力 简直就是抬笑大路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眼中不可能发生的事 卢曼只用了短短的两个半小时就完美的达成 这个男主不得了 别人花费两年半才能感知到神力 而且他对神力的评价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弱爆了 没错 众生前 卢曼使用的运气符是清除气血中的代性 最终将气储存于丹田 但这里却不同 他们只是期待神力在诱导过程中的自动积累 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言 简单来说 如果说武灵之气少而识 那么这个世界的神力虽然丰富 但却缥缈 吸收再多也会流失 对于这种修炼方式 卢曼十分不信 在他看来 就算是一百年 也无法达到最高境界 但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克里斯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的认知中 能领悟神力的人就已经是天赋异比的存在 如今卢曼少爷当着他的面子 花费了两个半小时就能够熟练地感知神力 这完全就是一个奇迹 他不停地询问对方是如何做到 看着克里斯焦急的模样 卢曼发出一声吃笑 问你一个问题 你在训练的过程中 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训练方式吗 听到这里的克里斯一脸猛逼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可是从历代就传承下来的修炼方法 卢曼不想和他废话太多 毕竟一个坚持了数十年的观念是很难被改变的 然而就在他转身离开之际 克里斯突然叫住了他 请告诉我 从现在开始我该怎么办 听到这个卢曼感到十分意外 克里斯的眼神让他想起了曾经的一个手下 那个人为了变强同样舍弃了自尊 他便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教高手 血魔 如果你想变强 那么从现在开始 想尽办法待在我的身边 六个月后我就要奔赴战场 你就好好看清楚那些敌人是如何被我打败 如果十年后你依旧跟随者我 想必你一定会找到答案 这个男主不得了 只是用了一把木杰 就让练习两年半的骑士团副团长放弃职位追随于他 乔纳森在听到克里斯的决定后也是感到十分意外 难道自己家的那个傻子少爷真的改变了 不过他还是尊重克里斯的选择 答应了他辞去骑士团副团长职务的请求 与此同时 卢曼剿灭布拉德邦的消息在城镇里传得沸沸扬扬 当初被三个刘华强欺负的瓜娃子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骂了 难道卢曼少爷真的是为了自己去剿灭布拉德呢 一整天 瓜娃子凯文都在思考这件事情 他想成为卢曼少爷那样的人 无论多么危险都能守护自己的家人 像布拉德那样的坏人大有人在 而想要守护家人 他就必须变得强大 他有点后悔当初没能跟着卢曼少爷 可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卢曼突然出现叫住了他 听到对方的声音 凯文一脸激动 他赶忙跪了下去 向卢曼表达谢意 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灭掉了布拉德邦 他们一家人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 不仅如此 他的管家汉斯还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卢曼微微一笑 表示这都是小事情 他有一个提议不知道他敢不敢兴趣 以后可以不用担心家里的生计 家人也会住好的吃好的 而且他还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爱好 而代价便是让凯文为他而活 从此只效忠他卢曼一人 凯文咬紧牙关 眼神满是坚定 我愿意为您当牛做马 就算是少爷让我去死 我也不会犹豫 只求少爷能够照顾我的家人 看着对方额头上的血迹 卢曼感到了一丝熟悉 一写适中 这一点果然很像当年的狂魔 之前碰到了一个像极了血魔的克里斯 如今又来了一个 这个世界的缘分还真是奇妙 很好 从今天起 你凯文就是我的人了 随后他将凯文带回家中 并让管家安顿好 做完这些他一个人来到了图书馆 这里有关于这座大陆的所有记载 卢曼从书中了解到 三星气力骑士是一般人无法触及的存在 在国内也会受到特殊待遇 沙罗曼大陆的骑士最高等级为六星 至今还未有人听闻过七星骑士的存在 大陆上的六星骑士共有十二人 他们在任何国家都受到尊重 而魔法师在达到七环境界后 会被成为大魔导师 那是个半人半身的境界 一个魔法就足以地动山摇 若人数居多 甚至比六星骑士还要令人畏惧 而且这是卢曼之前在武林中不曾见过的力量 若是今后想要军灵天下 必定会和这种人发生冲突 看来自己要抓紧时间修炼功法 在剑与魔法的世界中 修炼武功是一种神的体验 为了能够早日军灵天下 卢曼开启了自己的修炼之路 他让管家为他找来一处闲置且安静的房间 并提醒对方 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会在这里度 他不需要任何事物和水源 也不要让外人进到这里来 除非是他的人陷入了险境 否则不得干扰 管家汉斯十分不紧 但作为下属 少爷的话就如同圣旨一般 来到房间内 卢曼发现汉斯还贴心地给他铺上了甘草 虽然对方是好心 但这些东西只会妨碍真气流动 将甘草推到一边 卢曼边开启了自己的修炼 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将一部分神力储存于丹田 若想用这具身体 使用天魔神功为基础的武功 那就要进入第一阶段 随着真气弥漫全身 卢曼的脸上青筋爆起 他正在利用神力除去体内的捉起 从卢曼蹊跷中流出的鲜血不难看出 这具身体该是有多么的费力 所幸他早有预料 提前储备了神力 就这样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这天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而他们正是当初向卢曼提出退婚的弗罗拉和他的父亲 自从上次见到卢曼处绝不拉德邦之后 弗罗拉的父亲还以为捡到了宝 却不曾想这门婚事竟被他孝顺的女儿给退掉 他将弗罗拉臭骂了一顿 不管卢曼是不是傻子 这门婚事都不能退 他关乎着整座领地的安危 如今巴洛克正在向黄金钱庄借贷召集雇佣兵 其目的就是看上了他们劳伦斯的地盘 而和德米特里家族联婚是他父亲想到的唯一办法 因为在这片土地上 能和巴洛克抗衡的只有他们 所以今天妇女两人的不请自来 就是要挽回之前犯下的错误 然而一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卢曼依旧在木屋里没有出来 管家汉斯一脸焦急 劳伦斯家族的两人从一大早就在等少爷 可少爷又吩咐过自己 没事不能打扰他 就在汉斯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木屋的房门突然打开了 听到声音的汉斯开心了起来 可当他转头看去 却看到了一副让他不可思议的画面 从小看到大的少爷 此刻竟坏了一副面孔 整座大陆都争着当他舔狗的女神 如今竟求着一个公认的傻子少爷娶她 在卢曼的房间里等一天 弗洛拉的父亲终于忍不了 虽然今天是为了促成连婚而来 可卢曼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反倒是将他们父女两人晾在这里 劳伦斯受不了了 他要去找卢曼的父亲理论一满 推开房门 劳伦斯大声发泄着自己的富满 然而卢曼的父亲也不惯着他 退婚仪式明明是你们先提出来的 如今却还要在我的地盘上责怪我的 你是不是有点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卢曼父亲身上散发出的含义 让劳伦斯父女两人瞬间哑呼 他告诉两人 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 他们就收到了巴洛克家族的联系 他们希望能和德米克里家族联婚 而且给出的条件也极为丰厚 不仅让德米克里家族和总局攀上关系 还答应将劳伦斯的土地分给他们 可即便如此 卢曼的父亲还是拒绝了他们 只因他的儿子曾仰慕劳伦斯家族的小姐 劳伦斯不停地弯腰道歉 看着父亲卑微的样子 弗罗拉内心五味杂陈 这就是弱者与强者的区别 他微微低头刚要开口道歉 门外就传来了老管家的声音 卢曼少爷到了 人生看去 弗罗拉眼中充满了惊讶 卢曼少爷不仅头发变了颜色 身材也发生了改变 同样一脸震惊的还有他的父亲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儿子吗 卢曼缓缓走到桌前 听说您找我 没错 这次是因为劳伦斯联婚的事情才叫你来的 这件事当初也是因你而起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卢曼点了点头 便漫不经心地开口说道 我很清楚两家联姻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见到他的第一天 他就对我提出了取消婚约 想必他是听说了 关于德米特里傻子的传闻 可单凭传闻就来判断是非 这样的人不配成为我的女 所以我的决定是 取消婚约 给你这样一个老婆你要不要 男主的回答是不要 开玩笑 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剑的速度 弗罗拉的父亲一脸绝望 这桩婚事本是劳伦斯最后的希望 如今也随着卢曼坚定的回绝彻破灭了 更让劳伦斯担忧的是 若是因此得罪了这家人 日后德米特里和巴洛克联手 那可就真的巴给Kill啊 想到这 劳伦斯立马鞠躬表示 为了弥补他们的错误 对于路经劳伦斯前往德米特里的商团 他们将不再进行征顺 卢曼的父亲听出了对方的意思 他让劳伦斯不必如此 关于毁婚一事 他们只需要对外公布 是弗罗拉的个人原因就可以了 同时他也不用担心 自己会和巴洛克联手 得到了德米特里领主的许诺 劳伦斯父女不甘心地离开了 看到两人离去 父亲迫不及待地询问 卢曼最近发生了什么 卢曼也不知道如何向父亲解释 天魔神宫第一阶段 以武林的标准本不值一提 可没想到自己的这具身体 沉淀了太多代谢物 再加上这个地方神力充沛 所以才导致身体脱胎晃骨发生了改变 当然 卢曼自然不会将真相告诉父亲 他只是说 最近独自修炼感悟到了一些事情 自己好像能够做到神力循环了 听到这个父亲一脸震惊 神力在体内得以循环 会让身体逐渐趋于理想 这可是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 从公认的傻子到一人灭掉黑棒 再到现在的变化 卢曼带给他太多了惊喜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自己的人 他告诉卢曼 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会在他身后支持他 卢曼微微一笑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他还没掏出来 离开父亲的房间 弗罗拉突然吊住了他 卢曼有些意外 这女人怎么还没走 该不是个阴阴怪吧 他本不想和他纠缠 但弗罗拉却追在他屁股后面 一个劲的道歉 就在卢曼快要不耐烦的时候 弗罗拉告诉他 自己毁婚是有原因的 东北区域的贵族经常在一起聚会 当大家得知他们两人的婚事后 一个闺蜜告诉他 说卢曼少爷沉迷于药物 而且都是麻痹理性和智商的药物 卢曼淡淡瞥了他一眼 让他不必说下去了 反正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关系都不会改变 而且他的事情也不劳对方操心 回到房间 卢曼叫来了管家汉思 虽然他不觉着自己的这具身体 曾沉迷于药物 但弗罗拉的话还是有必要查一下 果不其然 管家汉思的确见过少爷 做出过奇怪的剧 那种姿态服用药物差不多 而且这种状态 还是在巴洛克长子安东尼的宴会上 回来后才发生 听到这个卢曼明白了事情的大态 婚事在即却参加了巴洛克的剧 之后变得恍惚 然后自觉幸运 看来事情越来越有意思 舔了两年半的女神 突然说要嫁给自己 可男人却在结婚的一周前 选择了自己 傻子都能看出来这不符合逻辑 从管家口中得知 这具身体的主人生前 与巴洛克家族的长子关系还不错 但在他与劳伦斯家族定下婚约后 就不怎么来往 巴洛克想要得到劳伦斯的土 而他与弗罗拉的婚约 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安 所以这具身体的死 和巴洛克家族脱不了关系 这事管家告诉卢曼 在他闭关修炼的这段时间 巴洛克给他发来了派对邀请 听到这个卢曼发出一声吻笑 还真把自己当软师的年 看来自己要好好和他们玩一玩玩 他让管家给对方回心 表示自己两周后会如气赋予 让他们洗干净脖子等着自己 第二天 他把凯文叫到了训练场 在看到卢曼的样貌时 凯文也是一类惊讶 但卢曼并未和他解释 而是问他这几天过得习不习惯 提起这件事 凯文一脸惭愧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思考自己在这里的食欲 可他绞尽乳汁也想不出自己能为邵义做什么 卢曼让他别着急 他打算让他成为自己手中的剑 听到这个凯文更加猛逼了 自己连武器都没摸过 如何能够成为少爷手中的剑 卢曼告诉他 一个人的用处并非取决于他人的意志 所以他会给他三个选择 第一个便是放弃成为他的剑 去做他的左右手 跟随汉斯学习履行安全的指令 而第二个便是成为他手中的剑 当然他也无需担心不会建树的问题 如果凯文选择这个选项 卢曼会使用分金错谷之术来考验他的意志 毕竟他要的可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军心 他需要一个结果来证明凯文的意志 而第三个选项 便是用卢曼手中的剑斩断自己的手 看着丢在地上的长剑 凯文傻眼了 卢曼告诉他 如果他能在施加痛苦的情况下坚持忍受 他一定会以惊人的速度变强 没错 前世他的手下狂魔 也是一开始对武功毫无了解 但他那坚韧的意志让他登陷四天王的宝法 卢曼表示 不论凯文做何选择 他都会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听着对方的话 凯文陷入沉思 他回想自己这悲惨的一生 如果不是少爷的出现 自己可能早就没命了 虽然他不知道砍下手腕有什么意义 但如果这是最难的一条路 那他一定能让自己摆脱弱者的人生 想到这 凯文毫不犹豫地举起长剑砍下了自己的手腕 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凯文咬着牙强忍断臂之痛 而卢曼就这样冷漠地看着对方 直到对方昏死过去 夜晚 管家在看到卢曼剑上的血迹后 以为是少爷受了伤 卢曼让他不必担心 那都是凯文的血 说到这 卢曼突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事实上 在凯文下手的一瞬间 他便使用幻魔之术让对方陷入了幻觉 原本他打算用一瞬的幻影来考验他的意诀 却没想到对方在自己施法前就已经动手 这股狠落劲还真是让人欣赏 若是自己的幻魔之术力度不够 凯文的那条手可就真的废了 两周后是派对 六个月后就是战争 要教的东西数不胜数 看来接下来自己要忙上一阵 一个老实人发起狠来到底有多可怕 为了能够变强 凯文竟毫不犹豫地砍下了自己的二弟 虽然这都是卢曼施展的幻术 但这也让他认同了对方的意志 第二天 他将凯文叫到训练场 打算传授给他一门武林功夫 鬼魂魔功 这是曾经四天王之一的狂魔所使用的功法 一旦开启 魔器就会腐蚀意识 他是通过忍受血管被寡歌的痛苦发挥作用 他告诉凯文 这个法术的学习者要忍受的痛苦 会随着自身变强而不断加剧 但他仍希望凯文能够学会 因为一个不懂神力的少年 能在短时间内变强的方法只有这个 凯文十分感激少爷为他做的一切 但他不解释 为什么他会这么信任自己 难道就不怕自己学会之后跑吗 卢曼呵呵一笑并未解释 而是让他好好训练 这种脑干直通大肠的问题 他是不屑回答 因为他知道 随着凯文不断变强 他就会了解 背叛天魔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就这样 接连几天 卢曼都在亲自指导凯文学习基本建设 这可把克里斯给郁闷坏了 自从他答应追随卢曼以来 对方一招办事都没教过自己 终于在第二周的时候 克里斯再也忍不了了 他找到卢曼问他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 如果是因为之前的无理 他可以向他道歉 他只希望卢曼能够教教他 无论是什么内容 他都有信心学会 卢曼告诉他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法 他之所以指导凯文是因为他一无所知 但克里斯却不同 无论他教他什么 他都只会死记硬背而不是去试图理解 因为他是打败他的人 卢曼丢给对方一拟误解 要做到接受现实 就需要一个明确的解误 你和凯文比试一番如何 虽然是你们两个在打 但我会在一旁指导凯文如何比试 凯文相当于我的一个分身 如果比试结束后 你仍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那我便答应亲自指导你 少年只才学习剑术两天半 就被指派挑战二星气力骑士 克里斯内心无比憋屈 跟着卢曼不光没能学到真本事 如今竟还要和一个菜鸟比试 这简直就是大炮轰蚊子 大象日蚂蚁 比试一开始 他便以雷霆之士攻了上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不论自己击倒对方多少次 他都会再次站起身来 事实上 还有一件事他不知道 卢曼一直在旁边利用传音指导凯文 只可惜他耳朵跟上了 脑子和身体却跟不上 看着鼻青脸肿的凯文 克里斯感到一阵烦躁 这孩子该不是鼠驴的吧 怎么这么讲 他快速冲向对方 打算一击将其解决 谁料这一次 凯文的动作竟跟上了卢曼的指令 不仅闪开了克里斯的攻击 还对他发动了斧击 这让克里斯大为震惊 就在他快要被击中的瞬间 他快速弯腰用出了 当时卢曼击倒自己实时用的招式 就这样凯文被击倒了 卢曼上前抱起凯文淡淡说道 比试你赢了 从明天开始我会亲自指导你 说完便带着凯文离开了训练场 回到房间后的克里斯心里五味杂产 回想白天的战斗 就算赢了又有什么光态 况且自己险些还输了比试 若不是当初和卢曼对练时 学会了那一招 自己真的可以在不使用 神力的情况下打败凯文吗 想到这里 他似乎有了一丝名物 第二天 克里斯找到卢曼 并且明确地表示 自己不需要知道 他只想跟在对方身边 寻找变强的方法 没错 经过一夜的思考 克里斯终于明白了卢曼的用意 他只是和凯文对练一次 就让自己有了进步 起初他以为卢曼没有下达任何指令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单是理解并跟随少爷的判断 就已经让自己很迷茫了 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少爷在指导凯文的时候 很多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 虽然他不知道少爷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有一点他能确定 那就是自己的老师乔奈森 现在也比不上卢曼少爷 所以他决定今后在卢曼身边观察并学习 直到领悟一切超越他 看到对方的态度 卢曼露出欣慰的表情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训练吧 整个东北地区的贵族做梦也想不到 一周前还被称为傻子的卢曼少爷 如今竟摇身一变成为了大众情愿 巴洛特的宴会厅里热闹非凡 卢曼的出现让现场气氛瞬间凝固 他那五黑的银发和自信的笑容 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还是卢曼少爷吗 变化也太大了吧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个金发少女率先走过来打招呼 你好卢曼少爷 我是格利塞尔家族的索菲亚 您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 我们的家族不怎么出名 卢曼微微一笑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的家族可是有百年的历史 没错 在参加宴会的前一天 卢曼让管家将所有人的信息 以及家族的发展史都给他整理好 毕竟这次出席他代表的是德米特里家族 基本的礼仪不能少 索菲亚也没想到卢曼竟对自己家族的事情如此了解 两人越聊越投机 周围的人看到后 也纷纷赢了上来 几番推杯换展之后 大家简直不相信众人口中的啥 就是卢曼 就在众人聊得开心的时候 巴洛特家族的管家悄悄来到卢曼身边 少年邀请您到密室 听到这里 卢曼的脸色顿时阴沉下 终于可以弄清是谁在招惹我了 跟着管家来到密室 卢曼见到了巴洛特的长子安东尼 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过后 安东尼笑着开口 当初我真的很好奇你的决定 不顾我们的情分强行与劳伦斯家族联婚 但在密室里 我又看到你和我堂妹躺在一张床上 你知道吗 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 不过既然你来参加派对 是不是就代表愿意接受我的提议 现在让我们聊一聊我们两个家族的婚约吧 听到这个卢曼脑海中 枉然浮现出一段记忆 那是他在和弗罗拉定下婚约之后的事情 他去见安东尼 想要挽留一下两人的情谊 可就是那次 对方算计了自己 在自己的酒里下了药 并制造出自己和他堂妹睡在一起的假象 以此来要挟自己和劳伦斯退婚 当初的卢曼既不想退婚 让弗罗拉受到尸辱 也不想让这件事传出去破坏家族的声誉 所以他才选择了自尽结束这可悲的人生 不过现在的卢曼可不是曾经那个懦弱的少年了 今天就算不能立马报仇 他也要在对方身上收一些利息回来 他丢下酒杯将脚放在桌子上 我说你是不是还没搞清现在的情况 安东尼一脸惊愕 卢曼的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 他警告对方 做了他堂妹的处就要对你处 卢曼轻蔑地看着安东尼开口说道 随便你 我已经被人叫做傻子了 也不在乎多一个仇 不过我劝你还是先管好自己 退婚这件事是我自行判断 但不管怎么说 你也算达成了目的 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选择与我为敌 你觉着我会怎么做 会不会有可能为了一己私欲而协助劳伦斯呢 别忘了 在东北一带 你们巴洛特有的只是人脉关系 如果只考虑财力和武力 我们德米特里才是最有实权的那一个 听到这的安东尼瞬间念了 卢曼给他的感觉像是一头苏醒的雄狮 而他从一开始 或许就不该威胁对方 从没见过这么硬核的男主 只因自己的手下被人扇了一巴掌 他便将对方暴揍致死 在嘲讽完安东尼之后 卢曼便准备离开宴会 谁料他刚出门看见巴洛克家族的卫兵 正在欺负自己的手下 原来就在卢曼参加宴会的时候 巴洛克家族的几个卫兵 见凯文是个小矮子 便决定戏弄他一分 凯文两人本不想惹事 谁料对方竟说自家少爷是个傻子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德米特里与巴洛克的厉害关系有冲 如果在这里惹事 也许会影响到整个家族 卫兵见两人不敢还手 于是变得更加嚣张 然而就在他准备再次殴打凯文的时候 卢曼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并反手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子 卫兵一脸猛逼 我竟然被一个傻子扇了一巴掌 他刚要泼口大骂 卢曼再次扇了拐 一套连环扇下来 卫兵已经彻底傻眼了 他惊恐地看向卢曼 这还是大家认识的那个傻子吗 与此同时 一脸不安的安东尼正在回想着 刚才卢曼威胁他的话 没错 以巴洛克现在的实力 的确不能招惹的女客 可他怎么也想不通 曾经任人拿捏的傻子 为何今天变得如此吧 就在这时 管家突然来报 卢曼正在殴打自家的卫帝 此时宴会厅外面已经围满了 之前殴打凯文的卫兵 跪在地上不停地囚牢 看样子是没少挨大逼兜子 凯文与克里斯都有些看不下去 认为这样的惩罚已经足够了 就算是为了两个家族的关系也能收手 但卢曼却并不想就此做吧 就在这时 安东尼气冲冲地走过来 你太过分了卢曼 竟敢在我家殴打我的卫兵 就算你是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我也无法容忍你做这种事 你最好是马上谢罪 卢曼冷冷贴了对方一眼 为何是我谢罪 此人不仅诋毁了我 还对德米特里家族的人动手 你真的以为错在我 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 好明确你的态度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 安东尼心里一阵憋屈 他不敢招惹卢曼 最终只能选择妥 卢曼咧嘴一笑 你果然很上导 随后他看向 狄心脸肿的卫兵冷冷喝 我劝你最好是咬紧牙关 今天谁都救不了你 叫去玩对方 卢曼带着手下离开了宴会 这一刻 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事实 他们认识的那个傻子已经不存在了 回去的路上 凯文与克里斯一脸沮丧 说起来这件事让德米特里家族浓羞 卢曼没有训斥两人 而是淡淡开口说道 轻率形势会惹祸上身 忍耐可以避免最糟糕的结局 但是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就算遇到不得不忍耐的情况 也要直视对方的眼睛 记住那张面孔 至少眼神要凶狠 我无法容忍别人踩在我的头上 我选择在众人之上的人生 而你们既然要跟随于我 那就必须适应这种方式 身为曾经的武林魔教第一人 言而无信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 卢曼虽然口头答应了 安东尼不会协助劳伦斯家族 但他也不希望巴洛克能赢下这场战争 这对德米特里家族日后的发展不利 根据情报得知 巴洛克家族的军事力量本不强大 他们只不过是和总局有些关系吧 总局作为开罗王国的权力中心 征兵和分分贵族是他们的专权 为了这次战争 巴洛克不惜向黄金钱庄借走大量钱款 雇佣了佩尔加勇兵团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信息 预计半个月后 巴洛克就会向劳伦斯开展 虽说卢曼和安东尼说过 不会干预劳伦斯的相关事业 但为了德米特里以后的发展 他是不会放过威胁过他的巴洛克家族的 若是借助家族的力量 惩戒一下对方本不是件难事 但卢曼并不打算这样做 当初父亲答应自己拥有自己选择清兵的权力 看来是时候找他兑现承诺了 几天后 城镇里来了一名叫做卢卡斯的B级傭兵 比加两年半 这次回来是想打造一身装备 毕竟德米特里不论是原材料 还是打造手艺都是大陆上的第一 等待的功夫 他来到街上闲逛 发现一群人正在围着公道兰一轮 走近一看 居然是卢曼的征兵公道 月薪八千 六险一金 只招三十人 而且只为卢曼少爷一人服务 虽说条件不错 但卢卡斯并不打算为贵族服务 这是旁边的一个家伙 劝他最好不要再去申请 因为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上百个应征者了 卢卡斯一脸的不可置信 那个德米特里家的长子不是个傻子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报名 此话一出 在场之人全都用奇怪的眼神看下来 看来你是外地人不了解情况了 卢曼少爷早就不是往日里的那个傻子了 他不但讨伐了布拉德邦 还变得重视明星 无信你去打听一下凯文一家就知道了 那个曾经被人欺负的瓜娃子 如今已经吃上了又硬又长的大面包 而且他的家人也被安排住进了大别墅 这妥妥的人生巅峰啊 据说卢曼少爷还为了凯文杀了巴洛克卫兵好几巴掌呢 卢卡斯猛逼了 自己才离家两年半了 怎么发生了这么多变化 看来自己一定要参加选拔 亲眼确认一下这件事 一个小型征兵现场究竟有多离谱 男人一脸紧张地来到木板前面 对面的弓箭手开始弯弓搭建 第一发箭矢贴着他的包皮射在了身后的木板上 但第二发箭矢却直接射中了他的膝盖 你以为这是在招募弓箭手 其实是在测试应征者的意志 只有一动不动坚持下来的人 才算完成卢曼设下的第一道考译 当第一个应征者被担架抬出去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脸惊恐 不就是个征兵吗 难道完真的 看着地上的血迹 第二个上场的人慌了 万一对面手抖射中了自己的捆吧 就算月薪八千他也没地方花呀 克里斯看出了对方的心思 于是宣布害怕被射中的可以选择弃权 此话一出 现场的500号人瞬间跑了100路 其实早在征兵的前一天 克里斯就问过卢曼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 卢曼表示 单凭语言无法找到符合他期待的人 他需要亲眼目睹那个人能够真的豁出信誉 就算现实中真正被剑射中的几率小之又小 但大部分的应征者都会因为这1%的可能性感到不安 卢曼要找的人可不只是意志坚定 他需要那种心如野兽的人 这种人就算是在低谷也能快速变强 而且也只有这种人才能跟随自己一起走下去 就这样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当初来的500号人除去弃权的100多人 能够通过第一关的只有一百二十人 这些人中有人浑身发抖 也有人面不改色 但在卢曼眼里 这两者都相差无几 重要的是能抑制恐惧的那份勇气 大家都有不同的理由和目的 而他必须再次找到原始 要找出面对自己不会恐惧且充满敬畏的人 看着台下的众人 卢曼大声宣布 上一回合你们已经证明了作为战士的价值 但我的最终人选只有30人 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二回合等着你们 如果你们通过选拔 最终能为我效力 以后的日子里 你们都将以捕师者的身份升 台下的卢卡斯一点惊恶 捕师者是什么 可还不等他想明白这件事 卢曼再次宣布了另外一件让人震惊的事 接下来的第二回合 他将会以车轮战的形式 接受在场120人的停战 只有在他手下坚持超过一分钟 方能通过测试 120人轮番挑战一人 只有能在他手下坚持一分钟的人 才能提前通过测试 卢曼的自信在大家看来就是狂妄 第一个上场的光头 根本不相信他能在一分钟内击败自己 随着比试开始光头拼尽全力冲了上去 他要以绝对的力量让卢曼记住他 可卢曼只是轻轻侧身便躲得过去 光头还没反应过来 木剑已抵在他的喉咙 下一个 此时台下的卢卡斯终于明白 卢曼为何说出那般狂妄的话语 因为他有这个实力 就这样 一个小时过去了 现场已经淘汰了60位应征者 而卢曼看起来却没有一丝疲惫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何为捕师者 卢曼现在就是捕师者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可以掌控他人生死的捕师者 卢卡斯是第61个上场的 与其他的挑战者不同 他是第一个敢先发制人的选手 虽然卢曼挡下了他的进攻 可他却趁机将腰间的匕首丢了出去 好家伙 没想到这小子还暗藏玄机 不过这根本伤不到卢曼 短暂的后撤之后 卢卡斯摸了摸腰间的匕首 算起来他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这一次他必须掌握主导权 看着对方朝自己发起冲锋 卢曼咧嘴一笑 虽然说卢卡斯的做法不太光彩 但他的判断却十分符合本次的对联 没错 身为B级佣兵的卢卡斯与其他人不同 他在充满死亡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魔力 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造就了他现在的意志 只要能赢下比试 任何卑鄙的手段他都能用得出来 就在他闪过卢曼的木剑的时候 他将一包沙子丢向了对方 这种方式虽然令人不耻 但却没有违法规定 只可惜他的对手是卢曼 一个曾是魔教第一人的存在 在天魔神教学习武功之前 最先练习的就是不眨眼睛 因为在战斗中 每一次眨眼都有可能致命 内功循环对呼吸有要求 而眼睛也需要精密的计算 卢曼曾训练过 无论任何情况都会直视前方 卢卡斯输了 但卢曼却并未怪他 而是让彼时继续 事实上 早在卢卡斯将手摸向腰间的时候 他就已经看透了他的计划 之所以没有夺指 不过是想看一看对方的战斗力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从卢卡斯开了头 余下的应征者就彻底放飞了自我 有人丢石头 有人丢沙子 甚至还有人丢打饼 但结果全都一样 无一人能坚持超过一分钟 一天的时间过去 比试终于结束了 可结果却差强人意 120人进入第二回合 但却无一人通过测试 不过最后卢曼 还是在这群人里选出了30 并将名单交给克里斯 让他先带他们训练 看着手上的名单 克里斯感到一阵惊讶 其他的人都还好说 可少爷为什么选中了卢卡斯 他不光在战斗中使诈 甚至没战斗到最后就中途认输 在他看来这种人只会害人 卢曼笑着解释 这种人虽然卑鄙 但却能在战场上发光 为了生存不择手段 这也是克里斯需要学习的地方 除了这件事 克里斯还有一事不及 距离奔赴战场 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争力 卢曼呵呵一笑 现在巴洛克应该向劳伦斯宣战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做好万般准备 插足巴洛克与劳伦斯的战斗 原本劈开腿就能拯救自己的家族 但现在就算撅起屁股也没用 自从收到巴洛克家族下的战书后 弗洛拉就一直在做噩梦 当初要不是他毁昏 也不会造成现在的局面 他回想自己的一生 从小到大 他都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女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普兴 但直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想起卢曼凭借一己之力 击败布拉德邦的事情 弗洛拉感觉自己才是那个傻子 当初就算卢曼没有成功 但至少他有勇气选择这么做 想到这的弗洛拉陷入沉思 突然他下定决心走出了房间 自己绝对不能懦弱下去 卢曼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布拉德 所以他也要靠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 弗洛拉的父亲劳伦斯已经快要绝望 碍于巴洛克与总局的关系 周围的贵族没有一个敢帮他们劳伦斯的 而仅靠他们 是不可能挡下巴洛克的进攻的 手下表示 如今的情况不如投降 至少还能保住部分领地和战士们的信任 劳伦斯一脸疲惫 或许真的只剩这一个办法 然而就在他准备下决定的时候 弗洛拉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父亲大人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 与此同时 卢曼找到了他的父亲 并将他要插足战争的事情说了出来 听到这个父亲差点气出了脑溢血 巴洛克进攻劳伦斯的事情 总局都已经认可 他们根本就没理由插足 而且他们和劳伦斯的婚约已经结束 现在的他们没有任何名分介入此事 要是强行介入 东北一带的贵族会和他们断绝来往 事态严重的话 总局还会发兵讨伐德米特里也不一定 他劝卢曼打消这个念头 但卢曼却向父亲解释说 他打算介入此次战争的原因并不是他想的 巴洛克的长子最近威胁过自己 因为他认为自己婚姻会影响他的计划 虽然大家都说德米特里家族在东北一带掌握视权 但巴洛克家族的态度 却让他觉着他们把德米特里踩在脚下 卢曼告诉父亲 他虽然拥有军力和财力却不采取任何行动 不如说他对现状十分满足 但他卢曼却不同 他向往权力 而且不论巴洛克还是其他人 只要有人玷污德米特里这个男子 他就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想要合理合法的名分十分简单 巴洛克发起战争的名分也是编造 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 名分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 他想要的生活是君临天下 而且这次他是想以个人名义介入战争 希望父亲能够尊重他的选择 听完儿子的话 老父亲一脸震惊 曾经最让他担心的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 既然你想介入 那我这个当父亲自然也有一份责任 放手去干 我将是你坚持的后盾 看着父亲坚定的样子 卢曼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德米特里家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东北一带的十权霸主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领地后面的铁矿 楚亮堪称王国第一 另外德米特里领地的铁匠记忆精湛 他们采出来的铁矿经过加工都会卖出高点 因此东北一带的贵族都不愿意与德米特里家族为敌 先不说这庞大的财力 在开罗王国无法得到德米特里制造的铁制武器 单凭这一点就很致命 当初父亲在答应给卢曼提供帮助的时候 卢曼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需要士兵们的武装设备 父亲让他去找亨德里克大师 他是德米特里家族的掌管 负责制作所有的铁制品 但是去之前他需要铭记一点 德米特里的铁匠对自己的手艺激气自信 他们不会因为卢曼的身份就轻易地认可并跟随他 只有对铁制品有一定认知的人 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果不其然 当卢曼来到铁匠铺后才发现 这里的人看向自己的眼神全都是不屑于厌恶 回想起这具身体生前的行为 大家对自己的态度也不足为奇 来到亨德里克大师的铁匠铺 卢曼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然而亨德里克却冷淡地指着地上的一堆装备 表示那些就是 卢曼一脸猛逼 这老逼登说话怎么这么宠 不记得自得罪过他 来到装备摆放区 卢曼顿时就傻眼了 亨德里克大师 这堆垃圾就是你打造的最佳水平吗 听到这的亨德里克当场就怒了 你一个连火炉都没靠近过的家伙 凭什么对德米特里的铁制品说三道四 若不是你父亲拜托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任何东西 为了继位的事情 你弟弟路德维尔跟随我做了数年的杂谎 而你只会玩女人 这么多年一点座位都没有 比起地上的那堆东西 你卢曼才是无可救药的垃圾 听着对方的责骂 卢曼感到一阵头大 看来得让这个老逼登附器才行 他随意捡起一把长剑举了起来 这把剑只是放在阳光下都能照出阴影 说明驻舰的过程中使用力度不均匀 我想 这应该是某个手法尚未熟练的铁匠打造出来的 而且你给的这些锁子甲线条不够紧实 就如同纸糊一般 说着卢曼将武器狠狠地插向地面的锁子甲 如果我没能分辨出这些垃圾 那么跟随我上战场的士兵们 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性格 如果你是因为个人对我有成见拿出的这些东西 那么每一个士兵的死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不过你怎么想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武器和防具的用途已经和你说过 而我是借着父亲的名字向你提出了请求 但你却拿出一堆垃圾 换句话说 我可否认为你是在违抗我父亲的指令 男人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几句话 立马让硬邦邦的老逼登斗卢筛康 亨德里克身为臣子 无论主军多么友善 他都不能跃进 卢曼要给他扣上违抗主军命令的帽子 他可不敢接 更重要的是 卢曼说的一点没错 让士兵们穿着垃圾装备上战场 无疑是让他们去送人头 他请求卢曼惩罚他 但卢曼表示他不会追究 驯服一头降驴的目的是让他拉末 而不是吃肉 他希望亨德里克能够认真对待这件事 他需要的30套装备就拜托了他 听着卢曼的话 亨德里克感到一阵惊讶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卢曼少爷们 放在以前 他一定不会就此大秀 他告诉卢曼 为了表达歉意 这次的装备 他会用德米克里最好的材料来打造 之后 卢曼从铁匠学徒口中得知 亨德里克大师之所以对他态度了 是因为两年半前 卢曼偷偷溜进大师的房间 将他耗时六个月打造的杰作 给偷走并低价卖给商人换酒喝 这下搞得卢曼不知道说什么好 原来自始至终越界的那个人是自己 就在他离开铁匠铺的时候 亨德里克突然叫住了他 今天的事情还不足以让我原谅你当年的行为 这次是因为我的失误才答应了你的请求 但我还是无法容忍你身为长子 却对铁匠铺一点不上心 你要记住 德米特里的根源在于铁匠铺 如果日后你能亲自打造出一把剑 哪怕像垃圾一样 那也说不定会成为我们在狱的契机 听到这的卢曼微微一笑 放心吧 用不了太久了 没错 卢曼本义就是想亲手打造一把武器 离开铁匠铺来到曾经闭关修炼的那个木屋 他已经提前让管家汉斯准备好了打造武器的设备 在前世 为了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武器 他拜访个大铁匠学习助剑手 当年他打造的第三十九把剑被称为天魔之剑 日后成为了无价之宝 而今天 他要为了这个重生的自己打造一把新的专属武器 与此同时 在劳伦斯领地的城堡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弗罗拉的办法 可他一张口就是让父亲死战到底 听到这的众人全都沉默了 父亲更是失望地看向女儿 他原本还对女儿抱有期望 可如今看来 女儿似乎还没认清现状 如果关起城门就能解决办法 那这一屋子的人也不至于愁容满面了 但弗罗拉却表示 这不是单纯地关闭城门死战到底 众所周知 巴洛克家族借助总局的关系 向黄金钱装借了大笔的钱 而这笔借款却没有担保 无担保的贷款说明其利息不是一笔小的数字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放弃耕种 并在田野放火 尽全力储备粮食延后挺到冬天 巴洛克虽然借走了大量的钱 但利息也在每时每刻封党 黄金钱装的势力大到可以影响整座大陆 若短期内没有结束战争 他们就会以利息为优 对巴洛克家族施加压力 毕竟黄金钱装那么大的势力 不是总局可以左右的 但佣兵们却会被金钱左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冬季对攻成战十分不利 一旦冬季到来 他们一定会束手无策 一句惊醒梦中人 弗洛拉的解释让众人瞬间看到了希望 老父亲一脸欣慰 他慢慢站起身来大声宣布 从现在起 劳伦斯将开始为抗战做准备 为了让生命延续 就算是城墙倒塌丧命战长 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男人不吃不喝不睡觉 只为打造一把专属武器 在连续敲打了上万次之后 铸剑的第一步终于完成了 卢曼发动武林密集炎火神功 对剑胚进行淬裂 这是被称为火魔的魔人武功 以他现在的水准 这个方法是他的最佳选择 虽然频繁使用会伤到武藏 但现在的他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需要有应对所有变数的力量 就这样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卢曼所打造的武器终于成功了 银色的剑身中间有一道金色的硬核 他以这座大陆的名字为其命名 沙罗曼达 与此同时 巴洛克的代理人 已经带着军队来到了劳伦斯城下 看着列队整齐的卫兵 劳伦斯知道 战争已经开始了 随着巴洛克发动总攻令 士兵们纷纷开始攻城 本以为这件事能在一小时内奋出胜负 可现实却是与想象大相停进 劳伦斯早就做好的防御的准备 他们提前将护城河挖身拓宽 而且开战不久 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大量射击 巴洛克气得快要疯了 他实在想不通 只是短短一周的时间 对方竟想出了闭门死守的策略 他让手下马上去准备那个东西 他可不相信劳伦斯是坚不可摧的 与此同时 劳伦斯正在城墙上指挥士兵作战 这时弗洛拉穿上战衣来到了墙头 看到自己聪慧的女儿 劳伦斯一脸欣慰 可就在两人妇女情深的时候 墙头处突然传来的剧烈的爆炸 只见城墙已经出现了一个窝口 弗洛拉一脸惊恐地跑去查看 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 刚才的爆炸竟然是燃烧弹造成的 他的原理和投射器一样 可以向城墙投掷大型爆炸魔法 这属于战略资源 如果没有总局的允许 即便腰缠万贯也无法使用 弗洛拉陷入绝望 他万万没想到对方竟使用这种魔法兵器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使用相同的武器与其对抗 要么打开城门亲自毁掉对方的兵器 但这显然都不可 而就在这时 他的仆人突然焦急地跑过来 小姐 我们刚刚收到魔法通讯 卢曼少爷让我转告你 他说他有办法帮助我 希望你能接受通讯 一个家族的平安竟然用一个少女心来来 卢曼使用魔法通讯联系上弗洛拉 一上来他便开门见身说出了他的想法 因为个人原因 他要对巴洛克复权 但现在的问题只是报仇的时机 如果劳伦斯家族同意他的计划 那么他可以选择现在马上摧毁巴洛克 弗洛拉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询问卢曼自己需要做什么 卢曼回答说 如果劳伦斯选择牺牲为他个人做福定 他会以卢曼的名字做担保 尽全力帮助他 弗洛拉知道 现在的情形已经容不得他考虑其他 就在他刚要开口答应的时候 卢曼让他先等等 既然他要介入战争 那么就需要一个名字 而现在弗洛拉与他已经解除了婚约 所以他需要一个完美理由 那便是对外声称 安东尼对弗洛拉图谋布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但他要求弗洛拉对外解释说 因此他们才会解除婚约 听到这个弗洛拉整个人都傻了 这种事情一旦说出去 他在贵族圈里将会名誉扫地 要知道在那个结完婚就要穿上铁裤衩 一个女人清白意味着什么 虽然卢曼让他考虑清楚在回答 可外面的情况根本不会留给他太多时间 看着纠结到颤抖的弗洛拉 卢曼再下一记猛样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解除婚约之前 那么你依旧是我 只可惜当初你选择了退婚 弗洛拉咬着牙 此刻外面的爆炸声越来越多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 我答应你 求你赶快将巴洛克那群家伙处理掉 另一边在劳伦斯的城墙上 已经有一些伸手敏捷的小嘎嘎爬上了墙头 这时弗洛拉突然走了出来 父亲大人 打开城门吧 我们需要和巴洛克正面交锋 劳伦斯一脸震惊 他喵得死守不出也是你 现在开门的也是你 你到底整哪出啊 卢曼说过会帮我们的 我们现在打开城门走出去 就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到时候卢曼就会带着他的人去摧毁人少的 听着女儿的话 劳伦斯猛逼了 可女儿却让他放宽心 因为他相信卢曼一定不会出而发 与此同时 在森林的另一头 克里斯来到卢曼身后询问他是否现在进攻 卢曼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克里斯一脸塌意 如果不及时排取形 劳伦斯恐怕无力抵抗 而且刚才他都已经答应帮助劳伦斯 所以他认为现在应该马上出兵 卢曼冷冷看着克里斯 我为何要这样做 劳伦斯沦陷不沦陷于我何干 就算全部死光了他们也只不过是陌生人而已 重要的是我的人不能白留一滴血 劳伦斯有很多人命丧于此 但这要怪就怪他们跟了个无能的手里 但我不同 只要是对我效忠的人 我绝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 反令下去 让所有人集合 我要下达作战计划 从没见过这么霸道的女人 即便有军服势反乱 他也不让自己的人流血一滴 卢曼的话让克里斯差点跪下叫了霸 在战前会议上 卢曼告诉伦斯 这次的任务是进入巴洛克的后方摧毁工程兵器 根据他的猜测 劳伦斯的诱饵计划绝对不会成功 所以这次的任务只有一个 摧毁兵器立马撤退 接下来的队伍将会由他亲自带领 他会在最前方打倒敌人开辟道 而其他人只需收割人头即可 与此同时 劳伦斯已经打开了城门 虽然他们也派出去了不少士兵 但在对方眼里却是不堪一击 他们要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军事 而是佩尔加雇佣团 对方的团长是一个急得雇佣兵 一斧子下去就能砍倒一大片 对他来说 劳伦斯派出来的这些人 只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 看着同伴一个接一个死在面前 劳伦斯的士兵已经开始浑身发抖 佛罗拉站在城墙上大声喊 不要后躲 此刻他的心里无比焦急 当初他答应卢曼自己这边会做好 诱而吸引敌方全部 如今看来 自己带出来的这群兵还真是胆想不数 看样子计划要失败 与此同时 躲在阵地后方的巴洛克 突然听到了马蹄的声 转头看 只见卢曼带着他的亲兵正朝这里看 巴洛克轻面一笑 就这点人也敢跟我斗 真是老八进茅房找史诗呢 他让手下拦住对方 随后便转身看向前面的战场 在他看来 卢曼这些人根本不足为虑 然而他派出去的兵在卢曼面前 如同指挥入门 一人一马一剑 卢曼冲在最前嘎嘎乱杀 这个世界的人根本不足 魔教中为何有天魔的存在 因为每次战斗他们都会冲在最前 人们或许好奇 既然身为天武 为什么还要以身散险 因为不论是在武林 还是在现在 最强者必须站在最前方 这样才能打消敌人的士气 没错 此时负责拦截卢曼的士兵 已经下了走卢筛庞 这哪里是蓝人 分明是魔鬼 无数的小嘎嘎倒在了卢曼的脚下 身后的亲兵直接开启了 屠禄博士对着残兵疯狂砍杀 此刻他们所有人的脑海里 只有一个幸运 那便是李主军更惊喜 有人五秒来一发 他却五秒杀一人 剑在手 跟我走 通在最前面的卢曼 已经快要杀疯了 听着小弟们的哀嚎声 佩尔加再也绷不住 他要亲自出手解决掉卢曼 身为王国公认的吉普佣兵 佩尔加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喜 因为只有会使用气力的人 才能成为吉普佣兵 可现实是残酷的 二星气力剑是佩尔加 在卢曼眼里也不过是吐击瓦狗 杀他只需五秒即可 当看到佩尔加头皮掉落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弄住了 此时卢曼已来到了 发射燃光弹的设备前面 这是他重生以来 见到的第一剑魔法场 他催动全身内力 使出了当年的最强招式 天魔剑 紫黑色的剑王直冲云霄 瞬间就撕裂了眼前的射兵 看着地上的残骸 巴洛克怒不可乐 可失去了核心兵器 他也只能选择撤退 战斗结束了 卢曼带来的三十人没有一个吊队 也没人身负重杀 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他们之所以如此幸福 完全是因为追随了一个超乎常识的怪物 打开城门 卢曼带着他的人走了进来 此刻他们就是劳伦斯的英雄 无数的百姓来到街道上欢呼 劳伦斯更是亲自来到城门处迎接卢曼 再次见到卢曼 劳伦斯的心里五味杂产 特米特里生了个有毛的白猴 若是当初没出差错 这头胡子本能成为他的女婿 然而这一切都结束 虽然劳伦斯内心不敢 但面对卢曼还是强装出一服高兴的样子 一阵客套之后 劳伦斯邀请卢曼参加领地会议 在会议室门前 弗罗拉教主有卢曼 他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同时还对自己没能完成诱尔技术 这件事进行了道歉 卢曼面无表情 表示无所点位 劳伦斯做到的和他预想的没差多少 但弗罗拉心里却过意不去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会议时 如果他有所缺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并让他如愿一场 看着对方坚定的样子 卢曼黑黑一笑 心里似乎有了一个主意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也没必要一味地拒绝 现在我们还是先进去了 然而会议才开了一半 卢曼就有些听不下去了 这群家伙只因击退了一次巴洛克 就嚷嚷着要和谈 看来劳伦斯只是投食草动物 而食草动物只会沦为猛兽的猎物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卢曼给你们上一课了 经常吃屎的朋友都知道 这毛病是改不了的 就如同巴洛克侵犯劳伦斯一样 就算这次能够和谈 对方一定还会再找理由攻打劳伦斯 况且巴洛克现在面临资金困难 为了偿还巨额债务 他们会想方设法让劳伦斯沦陷 卢曼听不下去了 他们不会打消侵略的念头 他敢断言 他们只会收到传令兵血淋淋的人头 说到这 在场的人全都沉默了 卢曼继续开口 现在士兵们正在搬运尸体 看到这些你们就没有一点出版 巴洛克不值得被原谅 是他们招惹劳伦斯在先 而劳伦斯要做的 就是让世人看到他们是如何报仇 可话虽如此 劳伦斯对自己的实力一点信心动力 卢曼让他不必担心 事管婴儿下山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而他这里恰巧有一个方法 可以避免大规模战争 那便是大战士决斗 所谓大战士决斗 是由两个家族 各自排出三名箭士进行逼连 这是受到瓦尔哈拉祝福的神圣对决 任何人都要接受结果 而且对决是在审判官的执行下进行 对劳伦斯来说 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途径 然而听到这的劳伦斯 依旧是愁容满面 如今的大战士决斗早已变质 现在不过是人脉与财力的对决 巴洛克私底下和总局有关系 而且他们还从黄金钱庄那里借走了巨款 谁都无法预料他们会请谁出战 卢曼让他不必担心 因为他会代表劳伦斯家族第一个出战 除此之外 他还会派出他的手下克里斯 虽然他只是二星气力骑士 但他的天赋绝对可以打败三星骑士 如此一来 这场比试就已经稳操胜胜了 说完这些 卢曼走向一旁的弗罗拉 现在请你做出决断吧 卢曼的话仿佛一道闪电从弗罗拉脑海豪 他会替自己出战 但届时一切的变数都需要劳伦斯自己承担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 卢曼是个多么危险 弗罗拉紧闭双眼 仿佛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我同意你的决定 女人曾经眼中的废物傻 如今竟让他有了一丝恐惧 为了能够延续家族的生命 弗罗拉最终答应了大战士决斗 经过一周的周旋 劳伦斯与巴洛克来到了决斗现场 在审判官宣布完比赛规则后 双方开始提交决斗顺序 这时卢曼突然注意到 巴洛克家族那边不光不紧张 甚至越发的有恃无恐 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流逝 利息问题本该让巴洛克家族 面临巨大压力 可现在看来他们却丝毫没有焦虑 卢曼感觉对方似乎是在 故意拖延时间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他告诉劳伦斯 他想要更改一下出场顺序 劳伦斯有些惊讶 名单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定好 难道说这段时间 巴洛克家族起来了实力超重的 获胜后派出劳伦斯家族的人 最后再有克里斯完成整场对决 但现在看来他得让克里斯第一个出战 而他将留下来应对巴洛克的那张王牌 很快第一场对决开始 二星骑士克里斯对战 三星骑士小大大 一开始双方便以雷霆 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彼此 短短的2.5秒 两人以交锋数次 速度之快连画师都只能捕捉到他们的才 克里斯一边闪避着对方的攻击 一边刺激寻找一击毙命的机会 对上比自己高一星的气力歧视 他的机会只有一个 然而还不等他发现对方的破绽 小嘎嘎已发动了广于气力 克里斯所有的退路全被封死 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这他喵得怎么躲 而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里突然回想起 卢曼琼说过 你要试着打破世人所谓的常识 这一刻 一直置顾克里斯思想的那等枷锁 如同处女的伯末一样 被他的昆巴捅穿 他终于明白了乱用神力 就是白费力气 只有将气力集中到一点 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克里斯手起剑落快速滑过 小嘎嘎的头像是皮球一般滚落在地 这一幕的发声让全场都沸腾 一个二星骑士居然打败了三星 此时克里斯大口喘得出气 卢曼少爷说的一点没错 做到 此时台下的巴洛克已经气到快要爆炸 他让手下赶紧通知自己花重金起来的人出战 第二场比赛他绝对不能输 随着第二场对决正式开始 一个打着哈欠的男人懒洋洋地走到了台上 我叫科美洛斯 代表巴洛克出战 听到这个声音 劳伦斯这边的人全都是一脸正经 巴洛克请来的竟然是排行四十九位的四星气力剑士 这下彻底八比六 男人只是站在擂台上打着哈欠 台下的人全都露出惊喜的表情 科美洛斯是排名四十九位的四星剑士 在开罗王国几乎没人不认识他 他走遍王国所有地区 时常与强者切磋 大家都称他为流浪剑士 劳伦斯做梦也想不到 巴洛克请来的王牌竟然是他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次你是劳伦斯要输的时候 卢曼却是满意地笑了起来 四星气力剑士 还真是让人期待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实力如何 但终于有机会和书中看到的强者决一胜服 然而就在卢曼准备上台的时候 弗罗拉一脸担忧地拦住了他 疯了吗 他可是排名四十九位的科美洛斯 弃拳吧 至少这样还能保住性命 卢曼贴了一眼擂台上的科美洛斯 对方桀骜不驯的眼神让他极度不输 他一把甩开弗罗拉冷冷说道 我不想和你解释太多 请你不要在这里挨手挨脚 说着他便来到了擂台上 看着对面的卢曼 科美洛斯心中暗自盘算 对方既然能够摧毁燃光弹 想来也就是个二星骑士 自己本该向排名三十的费难多发起挑战 现在却要和这种无名小族对决 科美洛斯感到一阵失望 一上来他便急速冲向了卢曼 打算以最短的时间结束战斗 裹挟着气力的长剑猛然刺向卢曼 卢曼微微侧身 同样是反手打出一击 科美洛斯发出戏谑的笑声 在他看来卢曼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吧 他催动全身气力 欲要以雷霆之势碾压对方 殊不知 他的行为同样让卢曼感到失望 刚开始他还满怀期待地以为能够发挥全部的实力 但如今看来 自己太高估了对方的能力 这种人居然也能排在四十九位 看来所谓的排行榜也不过如此 看着正在憋气发力的科美洛斯 卢曼上前诞声说道 别秀了 赶紧接招吧 没错 卢曼在走向对方的时候就已经释放了天魔剑术第三式 这种招式是无形的 此时科美洛斯只感觉一股黑色的波浪朝他涌来 可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这股力量便刺中了他的身体 此时类台下的众人全都傻眼 科美洛斯竟然被秒杀了 他们甚至都没看清卢曼是如何做的 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卢曼缓缓将剑收了回去 审判官大人 现在可以宣布结果吗 这个男人不得了 仅用一招就秒杀了排名49的四星气力剑士 科美洛斯倒下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紧紧握着拳头 这就是主军的真正实力 之前赢下第一局的时候 他还自信地以为快要追上主军的脚 现在看来 自己真的太天真了 此时心态最炸裂的当属巴洛克 他甚至怀疑拥兵公会给他们派来的是假的科美洛斯 三场比赛已经输了两场 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但大剑士决斗的规则是三场比赛必须全部打完 为了避免人才损失 双方将有机会更换出战人员 巴洛克强忍着怒气让手下安排班森参加第三场比赛 社交派对时是他让巴洛克名誉否定 这次就给他一个网为的计划 没错 班森正是当初如漫山他大逼兜子的那个卫兵 可他连心急都没有 上擂台无疑是去送死 抖如筛康的班森来到了擂台之上 此刻他的内心有一万头草原马在奔腾 身为臣子 他无法违抗领主的命令 哪怕是献出生命 看到擂台上的班森 凯文和克里斯都是心头一惊 尤其是凯文 他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是对方欺辱的自己 他毫不犹豫地向卢曼请求出展 卢曼也没想到凯文居然有这般勇气 要知道 即便对方是无心骑士 凯文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看来他是想证明自己并非无用的 卢曼露出欣慰的笑容 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时擂台上的班森还在想的一会埋纳 班森的心情仿佛坐了一趟过山车 看着如同小土豆一样的凯文 班森忍不住笑出了猪叫 小朋友 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吗 虽然我们都是气子 但看起来我好像比你幸运一些 对于班森的嘲讽 凯文充而不稳 他知道 想要成为主军手中的剑 他必须迈出这一步 此刻班森已经冲了上来 凯文按照平时所学用力刺向对方的喉咙 却不料被对方反应过来 一脚将他踹飞数据 不管是作战经验还是战斗技巧 也是遍体鳞伤 克里斯有些看不下去 他实在想不通主军为什么会让他出战 事实上 卢曼对凯文的实力很有信心 他曾教过凯文鬼魂魔宫 但如何释放体内的努力 这就需要他独自来完成 此时凯文的脑海里有无数个声音在呐喊 报仇的信念以及对主军的忠心 这些情绪一下子全部写了 凯文的眼睛变得血混 他终于在这一刻释放了鬼魂魔宫 浑身充斥着血气的凯文冲杀上去 班森直接傻眼了 这难道是气力 可不等他想明白这些 凯文的剑已穿透了他的胸口 这一战 凯文胜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凯文竟直来到卢曼身前恭敬地跪了下去 主人 我回来了 卢曼微微一笑 淡淡说道 很好 看来你已经彻底学会了鬼魂魔宫 一场对决解救了劳伦斯的领地 同时也让男主成为了众人口中的大英雄 但与卢曼相比 巴洛克就惨多了 黄金钱庄给他发来了贷款催酒单 拥兵团也在向他们追责 并要求提供牺牲战士的抚恤金 巴洛克此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自从战败之后 东北一带的贵族几乎没人想和他扯上关系 他将这一切的责任全都归咎在卢曼头上 若非是他的介入 劳伦斯根本不可能会赢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没错 卢曼的介入是不合理的 在贵族社会里 理由尤为重要 数日后 他将东北一带的贵族召集了过来 并明确地表示 卢曼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 介入了战争 这明显违反了贵族之间的约定 属于越界行为 要知道他和劳伦斯家族取消婚约的事情 能尽皆知 他希望大家能一同联合起来 声讨德米特里家族 并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问责 巴洛克在说完这些之后 贵族们纷纷表示他说的没错 看到大家的态度 巴洛克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 他正是想通过这种方法 向德米特里索取巨额赔偿 以此来偿还黄金家族与佣兵团的债务 然而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 卢曼突然推门而入 原来大家都在啊 听说各位对我有很多不满 那么不如亲口告诉我如何 巴洛克一脸震惊 这小子怎么来了 而且还是一个人来的 巴洛克怒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一个乳秀未干 甚至连爵位都没有的家伙 竟在他面前无视身份之差 他愤怒地质问卢曼到底几个亿 巴洛克宣告领地战士 根据贵族的礼法进行 而且也得到了总局的认可 难道是因为贵族们愚蠢 才会需要这些步骤 这是为了守护彼此的名誉 你知不知道你的举动 会让德米特里家族蒙羞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因为你这个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卢曼冷漠地听着巴洛克的无能咆哮 你说完了吗 说完就该轮到我向大家解释了 巴洛克一脸猛逼 这小子怎么油烟不尽 可他做梦也想不到 卢曼的这次到来 可不是单纯的为了家族的名誉 而是为了报仇 巴洛克家族从此以后恐怕要绝后 这个男人口活是真的吧 仅凭一张嘴 就让仇家心甘情愿交出了自己的儿子 巴洛克原本召集贵族 是想联合声讨卢曼 却不曾想卢曼竟亲自找上门来 在听完巴洛克的一通无能咆哮后 卢曼淡淡开口说道 劳伦斯与德米特里本有婚约 但被单方面解除婚约的 我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傻子 那么你们认为 对方和我解除婚约的原因是什么 我知道你们听到过很多传闻 但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巴洛克的长子安东尼威姓 他在我定下婚约后给我下药 并把他的表妹和我搞到了一张床上 这都是为了离见劳伦斯和德米特里设下的陷阱 听到这的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巴洛克愤怒地发出咆哮 你以为你说这些大家会相信你吗 谁知道你是光蹭蹭没进去 还是吃干抹镜死不承认 卢曼呵呵一笑 别着急 我的话还没说完 我之所以介入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安东尼曾对弗洛拉图谋不回 而当时弗洛拉还是我的未婚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弗洛拉受不了打击才选择与我解除婚约 大家如果不相信我 可以亲自去问弗洛拉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厨女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听到这的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卢曼的理由的确站得住脚 他们也不可能继续支持巴洛克 此时巴洛克的脸都黑了 他的CPU在疯狂运转 今天没法拿下卢曼 只能日后再想办法 他无力地开口表示 这件事虽然他不相信 但会弄清事实 他让卢曼先回去 之后他会给他一个说法 然而卢曼既然来了又怎会轻易离开 他让巴洛克最好看清现实 他是想让安东尼因为这件事受罚 还是想将问题上升到家族间的矛盾 如果今天他得不到答案 他会立马回家将此事告诉父亲 巴洛克慌了 这个结果眼上 他们绝对不能继续和德米克里起冲突 他让卢曼先别着急 他会让安东尼给他跪下认错了 开玩笑 如果跪下就能解决事情 那卢曼也不会一个人来到巴洛克 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与安东尼进行审判决斗 得知此事的安东尼直接跪了 背了黑锅不说 他还要和那个家伙决定 以他的水平 不出两个半回合就能原地开启 可巴洛克也没有办法 为了家族的延续 他只能忍痛将儿子交出去 就这样 在东北贵族的见证下 卢曼与安东尼开始了审判对决 巴洛克本以为卢曼是一个人来的 不敢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可没想到卢曼一出手 就杀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男主真牛逼 在别人的地盘里搞事情 上百名汪汪队竟无一人赶上前制止 在与安东尼的审判对决上 卢曼毫不犹豫地将其击杀 尽管从一开始 对方就不听地求饶认错 但卢曼还是这样做 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 那便是斩草要出根 只有死人才会阻断一切变数 巴洛克不顾一切地冲向擂台 他做梦也想不到 卢曼竟敢当着自己的面 在自己的领地杀人 而且杀的还是他的长子 他朝着手下大声咆哮 命令他们立刻抓住 害死他们少爷的那个恶魔 然而卫兵们一个赶上前的都没有 开玩笑 那可是一击秒杀四星骑士的存在 就凭汪汪队的实力 还不够对方塞牙缝的 这一刻 巴洛克终于明白 卢曼为何一个人来这里 他就是要麻痹自己 让他以为对方有了妥协的意思 然后再提出审判对决 杀死安东尼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打算放过自己的儿子 没错 卢曼十分明确地表示 自从安东尼威胁他的那一天起 他与巴洛克注定不共戴天 卢曼转头冷冷地看向周围的贵族 记住我说的话 从现在开始 如果还有人无法断绝与巴洛克的来往 那我会一定将他视为我的对手 往后的日子里 我会一直关注巴洛克家族的动向 并且一直攻击 直至巴洛克彻底灭亡 看着卢曼渐渐消失的背影 巴洛克终于明白 他们招惹一个惹不起的人 数日后 巴洛克由于无法偿还黄金钱庄的债务 试图半夜出逃 但最终他的尸体在黄山上被发现 所有人都以为是黄金钱庄出的手 但只有管家汉斯知道 这都是自己少爷的手 在帮少爷处理完带血的衣服后 汉斯有些担心地说道 少爷您还是小心点吧 打打杀杀太危险了 老奴打心里感到不安了 卢曼淡淡瞥了对方一眼 汉斯 我告诉过你 你是我的人 为了不让我的人身处险境 我会付出权力 曾经领主家的傻儿子 如今摇身一变 竞成了大众情愿 自从卢曼一招 秒杀四星骑士的事情传出去之后 来他家提亲的贵妇 就开始络绎不绝 当然卢曼的母亲 也不是什么擅长 甚至她的政治能力和手段 超过了卢曼的腹肌 她很明确地告诉众 自己的儿子 有过一次退婚的经历 所以这一次 她不想将政治联姻 与她牵扯起来 她会尊重卢曼的选择 让她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然而这句话 在贵族耳朵里 却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先下手插人 后下手插鸭 就这样一场 以相亲为目的的宴会 正在悄无声息地准备着 与此同时 在劳伦斯的领地里 弗罗拉回想着 卢曼拯救劳伦斯时所做的一切 不由得知水似箭 翘脸飞火 她一个人来到阳台吹风 可就在这时 她的远方堂妹希尔维亚 突然叫住了她 弗罗拉一脸诧异 这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妹妹 怎么今天会来她家 一番了解过后 原来她要代替劳伦斯 参加卢曼家的宴会 弗罗拉当场绷不住了 她找到父亲 问她这都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人通知她 说起这件事 父亲也是一脸惭愧 她表示当初是她做错了 她不该为了家族的利益 将她许配解卢曼 她知道她不喜欢卢曼 所以这次宴会 她打算让她的堂妹参加 不管成不成功 她都要和德米特里家族 搞好关系 弗罗拉一脸猛逼 她告诉父亲 其实她想参加 父亲让她别闹了 她不会再将自己女儿的幸福 与政治联系到一起 然而话没说完 弗罗拉就瞪着她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说了 我要和希尔维亚一起去 与此同时 在瓦尔哈拉神教 负责开罗区域的榜单 审判祭祀华莱士 收到了手下的一份报告 看过之后 她露出一丝兴奋的神色 25岁的贵族子弟 竟然一击秒杀了 四星气力见识 难道真的有这种鬼才出现 我一定要亲自去确认一下 注意看 这一群贵族少女 打扮的花枝招战 只为得到男主的青睐 可当他们来到男主的家乡后 便又开始变得一脸嫌弃起来 只因德米特里 是个靠采矿发迹的家族 乌黑的煤炭 加上浑身汗臭味的矿工 让他们感觉 自己好像来到了乡下 这时路上走过一群 脏兮兮的矿工 所有人都是一脸厌恶的闪开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梦寐以求的卢曼少爷 此时就在这群矿工中间 突然街道上传来一阵急速的跑步声 只见卢曼的管家 汉斯正气冲冲地跑来 少爷 老奴虽然无法阻止你去矿工 但您能不能注意点身体 您看看这满身的污垢 老奴的心都要碎了 听到这里的贵族少女 全都停下了脚步 他们看向卢曼的眼神 全都变成了星星 甚至感觉舔一口 他身上的汉子都是舔的 希尔维亚是第一个上前打招呼的 但卢曼对他的态度 却是一脸冷漠 开玩笑 女人只会影响自己拔剑的速度 看到这的弗罗拉有些哭笑不得 这家伙还真是一生不变了 随意搪塞了几句 卢曼便带着汉斯离开了 路上汉斯十分担忧地询问 少爷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卢曼告诉他 矿山是德米特里家族的根本 他想进一步了解矿山 矿工辛辛苦苦挖出铁矿 再将其放入炉中进行锻造 这是德米特米的本质 如果不理解本质 就无法与德米特里的人共和 所以他才亲自体验感同身受 看着少爷离去的背影 汉斯眼含泪花无比感 少爷 您是何时变得如此优秀呢 老奴发誓 以后不管是什么样的污垢 只要是为了少爷您 老奴都会清洗干净 另一边 自从与巴洛克的战争结束 卢曼便向所有参战的士兵 传授了魔教功法 这样一来 可以打造武力基础 但卢曼并不满足于此 他现在需要的是 可以帮他分析对手的情报诅咒 可问题是他没有太多的财力与人脉 所以他才将目光放在了矿工身上 这天卢曼来到训练场 他将克里斯叫到身边 询问士兵们的训练情况 克里斯如实汇报 自从学习了卢曼传授的功法 大家的实力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卢曼微微点头 淡淡说道 既然如此 现在你也该学一学新的剑术 你和其他人的其实点不同 你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练习方法 所以很难接受新的知识 但我觉着 你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现在我要教你的剑术名为闪电 希望你不要辱没了这套剑法的威名 男人只是在满是贵族少女的宴会厅上露了个脸 立马让全场少女下体留夜翘脸飞红 与平时不同 面对诸多贵族少女的羡美 卢曼不再冷叮叮 而是和他们热情地打起招呼 临近宴会尾声 卢曼一个人来到阳台透气 这时弗罗拉突然走了过来 你的演技可真好 我还以为你不会在乎所谓的人际关系 真是令人意外啊 卢曼淡淡贴了对方一眼开口说道 放在平日我的确不在意 但今天我的父母也在 而且在场之人都是他们邀请来的客人 我自然不会和之前一样行事 另外 你说的意外大可不必在意 因为在我看来 这和你我的初次见面没什么差别 一句话直接把弗罗拉给整尴尬 可卢曼根本没有和他聊下去的意思 他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专属自己的情报组织 没错 卢曼之所以融入矿工与他们一起工作 无非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与肯定 当然 一开始的时候 矿工们对他的到来十分不屑 认为他只不过是为了鸡尾而做的样子 可随着时间的推进 矿工们对他的改观有了明显的变化 卢曼在工作中不仅任劳任怨 还经常向老员工请教经验 但这并不能改变所有人对他的影响 真正改变他们想法的是一次矿难 一名矿工掩埋地下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 卢曼不顾一切冲入矿洞 救下了手上的矿工 这一举动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但卢曼要做的可不止这些 想要打造自己的专属情报王 必须让这些人对自己死心塌地 而作为矿工 除了高薪之外 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便是安全 为此卢曼找到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还没开口 便隐瞒了父亲的一顿责慢 原来卢曼成为矿工这件事并没有告诉父亲 父亲在得知他进入矿洞救人时 顿时就怒了 身为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怎么能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他质问卢曼到底是如何想 如果真的像深入一线 完全可以告诉他 他会安排他进入铁匠铺 可卢曼却告诉他 要想真正了解德米特里 必须进入矿洞 因为铁矿才是德米特里的根本 卢曼的话虽然让父亲感到欣慰 可他仍旧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然而卢曼却表示 这件事他有办法解决 想要保证所有矿工的安全 唯一的办法便是使用魔法产物 虽然这样做的成本会急剧增加 但采矿的效率会得到大幅提高 当然 这里还有一个好处卢曼没有说出来 那便是得到所有矿工的好感 为他接下来成立情报组织做好铺垫 在弱肉强势的武林世界 曾有两个组织因收集情报颇有名气 他们便是丐帮与下乌门 卢曼之所以想要讨好矿工 就是想要在这个世界里终现下乌门这个组织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小步计划 矿工们只局限于东北地带 他需要的是整个大陆的情报 所以他需要一个负责整理情报的带头人 他就是当初的卢卡斯 然而当卢曼找到他的时候 他却一口回绝了这个请求 而拒绝了理由十分简单 他就是单纯的想要留在卢曼身边 卢曼咧嘴一笑 不管他是演的还是真情流露 这都说明他没有看错人 他告诉卢卡斯 他不需要毫无理由的效忠 如果有人真心实力地为他办事 那么他会给他无法想象的好处 卢卡斯心动了 当即表示他会听从卢曼的安排 这番态度让卢曼十分满意 他原本就想让他作为下屋门的头领 如此看来 自己没有看走眼 数日后 卢曼从父亲那里申请来了魔法产物 这件物品可以对矿洞进行安全之户 不仅让矿工的安全得到了极大保障 同时也让他们对卢曼充满了好感 然而这件事却让卢曼的父亲陷入了苦恼之中 在整个矿洞里设置魔法制品 虽然产生了不少开支 但在短期内 矿洞的产量增加了30% 但卢曼的父亲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卢曼近期的政绩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大臣 两年半前 他曾将卢曼的弟弟路德维尔立为继承人 原本这并没什么意义 可如今朝堂上已经有人开始推荐卢曼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子嗣相杀 但现在看来 这件事已经超脱了他的掌头 哪怕是身为领主 卢曼的父亲也不敢独断这件事 这就是政治的恐怖所在 按照惯例 德米特里家族的继承人 需要得到关键核心人物的认可才行 除了大臣之外 还需要铁矿山管理人 以及大师亨德里克的同意才行 父亲陷入纠结 他叫来卢曼的管家询问他最近的变化 说起自家少爷 汉斯赞不绝口 总而言之 少爷绝对够资格成为德米特里的主人了 好家伙 汉斯的胆子不是一般的肥呀 竟当着现任领主的面说这种话 不过卢曼父亲也没和他计较 而是再次加来了矿山负责人 一番交谈过后 他发现矿工们对卢曼的态度也是出奇的好 如此一来 就只剩下大师亨德里克的意见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卢曼亲手打造的那把剑 早已彻底征服了身为锻造大师的亨德里克 曾经苟见了都摇头的傻子少爷 如今竞成了领主继承人的热门人选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 卢曼的父亲显得十分担忧 他很清楚 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会为了领主之位 争得你死我活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如何选择 二儿子路德威尔在开罗王室的学校里进修 成绩非常不错 已经进入了S课堂 而大儿子卢曼同样了不起 抛开前几天发生的事情 光是亨德里克带来的那把剑 就足以让他震惊一准 自己的儿子可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会断造 而且断造的水平甚至有些超过了自己 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天 德米特里来了两位大人物 瓦尔哈达神教的审刊官华莱士和他的薯条 他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和卢曼介绍一年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榜单的更改 父亲开心地笑了起来 榜单验证对他们家族来说百利无利害 即便是处于下游的家族 只要家族里有榜单人物 这一事实足以让整个家族增加名望 不过卢曼这两天都宅在铁匠铺里 他让两位大人先做休息 第二天他会让卢曼亲自接待 之后华莱士在管家汉斯的带领下朝着客房走去 中途他被一阵训练的声音吸引 华莱士好奇地上期查看 却发现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气力见识 没错 当初卢曼招募的三十人 经过他的调教 现在已全部掌握了气力 就连当初垫底的凯文 如今也成了这三十人中的老大哥 毕竟实力摆在那里 没人敢明说什么 可看到这的华莱士可不淡定 一番了解得知 这群人全都是卢曼的亲力 而且还是被卢曼训练出来 华莱士彻底猛逼 卢曼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次日 华莱士见到了让他无比惊讶的奴少女 一番虚情假意的问候之后 华莱士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他听说卢曼打败了排名四十九位的科美洛斯 所以今天来是为了亲自确认一下 正常来说 榜单的名次获取有两种方式 非正常鄙视与正式鄙视 所谓正式鄙视 就是在审判官的见证下进行决斗 而卢曼之前打败科美洛斯 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获胜 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 并不会直接代替对方的名次 而是在证明实力之后 被赋予榜单的目 至于证明的方式也很简单 将气力注入测试球 红色为一星 橙色为二星 黄色则是三星 而四星以上就会呈现绿色 卢曼之前打败的是四星骑士 所以这次他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四星以上的实力 看着发光的测试球 卢曼慢慢将手伸了上去 不过他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实力 而是眼前的魔法场 能够制造出轻易测试武力值的器具 这个世界的魔法师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看来自己得找个机会亲自见证一下 男人为了知道自己体内到底拥有多少气力 便对着测试球释放出全部的气力 却不料一下便将气给撑爆了 一旁的华莱士看到这里整个人快要傻掉了 气力检测器是由六星骑士注入神力打造而成的 若不是超出神力的标准值 检测器绝对不会出问题 卢曼根本不是隐儿威胁的前落 应该说是怪物才对 不过在测试球破碎的一瞬间 他看到球变成了绿色 这就说明卢曼至少是四星气力骑士 而且还是最有可能冲击六星的存在 如果这件事攻不出去 在开罗王国绝对会引起爆炸性的轰动 思索片刻 华莱士决定将这个消息隐瞒下去 他告诉卢曼 测试球出现故障 他也是第一次遇见 回去后他会立马排查 并在近期内给他回复结果 说完他便带着那枚破碎的测试球离开 回到神殿 华莱士查遍了关于卢曼的所有资料 他发现 卢曼的变化实在征讨布拉德邦之后发生了 他实在想不通一个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蠢 这件事已经不是他可以左右的 必须立马上报 他打开魔法通讯设备 将卢曼的事情汇报给瓦尔哈拉帝国总部的商品 在听完卢曼的故事之后 上司当即表示让华莱士想办法拉拢卢曼 没错 瓦尔哈拉帝国之所以创立宝单 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人才 各国的人才都认为位居宝单十分荣誉 所以赐阿辉争先恐后的想要入马 而瓦尔哈拉帝国就会借助不同的手段来吸收宝单上的宝财 在收到上司明确指示后 华莱士表示 他会告诉卢曼气力检测器出现的故事 他的能力属于三星 而非四星 这次会让他以非正式的方式入位宝单第一百年 他相信 在开罗这种小地方 这一结果绝对会引起轩然大波 果不其然 第二天 华莱士刚将这则消息公布出去 克罗诺斯帝国与瓦尔哈拉帝国就坐不住 此时在开罗的手中 得知消息的本尼侯爵一人一族 卢曼身为开罗的人才 岂能让别的国家抢头 如果要抢 也得是他们本国内部先抢才对 没错 当今的开罗王国也分为四个派系 分别是跟随国王的王室派 以本尼侯爵为中心的贵族派 另外还有两个派系 他们分别以克罗诺斯帝国和瓦尔哈拉帝国为主 算是强投草派 本尼斯所片刻 让手下立刻去安排他和卢曼会面 这种人才绝对不能让其他势力强夺 尤其是王室派 与此同时 远在开罗王国的边境战场上 卢曼一父一母的亲弟弟路德维尔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不知道家族使用了什么手法 竟让自己的哥哥进入了宝单 因为他根本不信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会有登上宝单的实力 不过这件事很快就能揭开真心 因为用不了多久 他就要离开战场为家了 到那个时候 他要亲眼看看自己的傻逼哥哥 究竟有没有三星骑士的实力 男人只是测试了一次自己的气 竟同时引来了四大家族的争夺 这天 王室派出使者来到卢曼家中 提出给他皇家骑士的位置 以此换取他的效忠 卢曼一脸无语 我身为德米特里家族的长子 本就已经衣食无忧 为什么跑去首都当皇家骑士 而且你们王室就只能做出这种行动 听到卢曼这样说 使者大为震惊 卢曼告诉他 在他来之前 其他的三个势力已经找过他 他们给出的条件比之丰厚的多 要钱给钱 要地给钱 不光送女人 还要送爵位 使者愣住了 他喵得终究还是自己来晚了一遍 他恳求卢曼再考虑一下他的提议 刚才他提过的那些势力 可都是穷凶极恶的卖国贼 卢曼呵呵一笑 事实上他早就对开罗王国的势力分布有所了解 如今的王室早已没了实权 说起来 给自己一个皇家骑士的位置 估计也就是王室派唯一能做到的 他让使者不用担心 其他的三家他也都拒绝了 现在的他还没想过为谁效力 所以不必担心他会成为王室派的敌人 使者长舒一口气 来这一趟虽然没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但至少不是最差的结局 之后的几天里 卢曼一直在练习剑术 这天 一个自称瓦尔哈拉情报部的家伙找到他 他叫迈克 希望能和卢曼谈一谈 看到对方身穿德米特里家族的仆人状 卢曼的脸顿时就阴沉了下来 我记得几天前就已经回复过你了 如今你穿着我家扑的衣服前到我家来 是不是不想活了 第一次感受到卢曼的压迫 迈克也是一脸震惊 不过很快他便调整好了状态 他先是向卢曼道歉 随后表示这都是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之前邀请他的时候周围有太多的演习 所以一些条件他们没来得及讲清楚 他告诉卢曼 瓦尔哈拉十分希望他能加入他们 但毕竟这件事关乎国际问题 而且抛弃已经拥有庞大资本的 德米特里家族并非一世 所以他们决定为他提供子觉的爵位 并给他一块拥有铁矿山的肥沃土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在其他的帝国继续维持 现在作为铁匠的根基 当然 这只不过是一道开胃小菜 真正的大头还在后面 如果他同意加入 瓦尔哈拉会特别允许他出入一击宝 那里面可是存放着瓦尔哈拉 所有前辈的心术与剑术 说实话 这样丰厚的条件的确很难让人抗拒 可卢曼仍旧选择了拒绝 他告诉迈肯 并非是条件给的不够 也不是因为他要效忠谁的问题 如今开罗王国有四大势力 任何一个势力得到他 都会改变当今的局势 这对卢曼来说 同样是个分岔路口 他不想仅停几人口头的提议就做出决断 他想花费点时间去验证 到底谁才会值得他豁出信命 迈肯也没想到卢曼竟然回绝得这么绝对 临走时他告诉卢曼 瓦尔哈拉帝国会给他一些时间验证 但不会给他太多 另外 为了日后的缘分 他免费送他一份礼物 那就是小心南部战线 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几天后 卢曼穿好战甲与家人告别 今天是他奔赴战场的日子 而他要去的地方 正是迈肯曾提醒过他的南部战场 这个男主真牛逼 只因测试了一次自己的能力值 就将测试球给撑爆 这逆天的天赋 顿时引来了四大势力的争强 但卢曼却一心想要奔赴战场 为了讨好卢曼 代表贵族派的本尼侯爵 特意动用关系 将他安排到南部战线 并写信告诉他 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卢曼从瓦尔哈拉情报部 得到的消息却截然相反 麦肯告诉他 南部战线就是个定时炸弹 究竟谁才是对的 看来只有卢曼亲自去确认 然而还没到地方 卢曼就遇到了一个找逝的麻辣毛蛋 对方声称自己是艾伯特家族的人 让卢曼带着他手下的垃圾滚出旅馆 这里他包场 这还真是屋里挂葫芦 把自己给当野了 卢曼拔出配件当即表示 如果想让他离开 那就先赢下他手中的剑 毛蛋怒了 他刚要冲上去 身后的手下突然认出了卢曼的身份 他赶紧拉住自己的主子 让他先别冲动 在听到对面就是近期冲上榜单的卢曼少爷后 毛蛋的脸跟吃了屎一样的难看 开玩笑 卢曼当着巴洛克领主的面 杀死他儿子的事情 在贵族圈里妇如皆知 这就是个十足的恶魔 我他喵的竟然惹到了他 冷汗不自觉地留了下来 毛蛋当即表示自己家的衣服还没收 转播头就逃了出去 卢曼一脸无语 难道这就是南部战线的现实情况吗 从那天起 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 旅馆的老板娘告诉卢曼 这些情况在这里都是常识 不同于西部前线 南部前线和赫克托尔王国关系融洽 所以基本没什么危险 征着来这个被称作修养帝的南部前线 因为在这里训练不会太累 而且没有危险 话虽如此 但卢曼在仔细看过地图后 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48天前 赫克托尔王国的侦察兵曾跨过了国境 之后又有三次相同的举动发生 虽然不能确定他们会与开罗王国开战 但单凭现在收集到的线 也能猜出南部战线并非没有一点危险 不过这对卢曼来说都是无所屌位的事情 作为曾经的魔教教主 他这辈子最不拒的就是战争 一个新兵训练营开班仪式究竟有多离谱 来的全是一群站着都能睡觉的人才 没办法 谁让南部战线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里的人哪个不是靠关系进来的 要知道在这里练的可不是新兵的体能 而是练习教官的人情事故 开班仪式刚结束 一个卫兵就跑来找到卢曼 要是指挥官想和他见一面 来到指挥官办公室 对方不仅热情地招待卢曼 还贴心地给他泡好了咖啡 原来他听说卢曼是本尼侯绝花关系 将他派过来 所以他希望卢曼能在训练结束后 帮他在对方那里美颜几句 虽然南部训练营的环境美法 和总局的奢华生活相比 但这段时间 他会让他尽力过得舒适 卢曼微微一笑 在人情事故方面 南部训练营的指挥官的确有两把刷子 既然他这样说了 自己也没理由拒绝 可当他刚刚离开指挥官的房间 之前的那个麻辣毛蛋就找了过来 嘿嘿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你一定不知道我的关系吧 南部训练营的贝尔指挥官 就是我的舅舅 今天你完蛋了 说着他便跑进了指挥官的房间 卢曼一脸无语 这他喵得该不是有什么大病吧 不一会 毛蛋就和他舅舅跑了出来 可当看到自己外甥口中的人 就是卢曼时 指挥官的怒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反手给了毛蛋一个大逼兜子 指挥官怒气冲冲的大声吼了 你这个外甥狗居然想害死我 毛蛋被抽猛了 这还是疼我爱我的那个舅舅吗 看着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卢曼彻底无语 他当即表示自己还有事 先一步离开了 带到卢曼走后 指挥官语重心长地告诉毛蛋 卢曼是他惹不起的人 那可是本尼侯爵的宠 和这种人为敌是绝对没有好处 他希望毛蛋能够懂点事 真要出了事情 他这个舅舅也没办 而就在这时 他的脑海突然划过一道闪电 既然今天的事情 让卢曼对我们有了不好的印象 那以后的训练 我会一直让你和卢曼一族 你一定要和卢曼搞好关系 否则我就会将你拍去西部战线 听着舅舅的话 毛蛋彻底愣住 这他喵得简直就是造孽 这是南部战线新兵弹子的第一天训练 可一群公子哥却在树下悠闲地吹着牛逼 身为总教官的迈克 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 曾经的他也是个参战无数的老丁 也曾坐上过指挥官的位置 但这一切的荣誉 都因一次的失误化为泡沫 在那次战争中 迈克失去了用来自助的左手 同时也失去了他作为战士的人生 上次念在他对国家有功 便让他到南部战线做总教练 可来到这里他才发现 这里的训练体系根本毫无秩序 贵族子弟带来的清兵会参加训练 而他们只会吃喝玩乐 更重要的是 自己根本管不了他们 时间一久 他也就放弃了 虽然日子过得轻松 但他却不知道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 可卢曼的到来却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 他所带来的清兵不仅对练整齐 甚至还有指挥官带头 说起来 他已经两年半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他好心提醒卢曼 他不用这么劳累 在南部前线 他们是不会抢活要求贵族参加训练的 他可以像其他贵族一样 在阴凉的地方看着自己的士兵训练 卢曼淡淡瞥了一眼树下的那群废物 我身为他们的指挥官 理应参加训练 再者 通过这次的训练 我觉着有必要了解士兵们的实力 也认为这是一个向他们传授经验的过程 卢曼的话让麦克大为震撼 说起来 这还是他来到这里遇见的第一个接受训练的贵子 体内的战斗因此在这一刻苏醒了 他走到台上 大声宣布 接下来将开始第一周的训练 所有的贵族必须参加 就这样 一场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在贵族子弟的骂骂咧咧中展开了 尽管训练强度日渐变强 但卢曼的士兵们还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可即便这样 换来的还是其他的鬼门子弟们的故事 在他们眼里 身为贫贱 就只能在这种事情上花费力气 就在众人悄悄嘲讽卢曼的时候 麻辣毛蛋陷入了沉思 他实在想不通卢曼这种不爱聊天 不爱性交的人究竟如何才能和他相处用家 舅舅就安排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 若是这种事都做不好 那自己就选择去当个废物 与此同时 在赫克托尔王国 一名手下正在向国王汇报 过去的一年里 他们对开罗王国从48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突袭 最终发现一处兵力相对薄弱 而他正是充满贵族子弟的南部战线 这群贵族少爷花费两周半完成新兵训练 没想到第一次奔赴前线就要经历战争 总教练迈克十分感激卢曼这段时间的刻苦训练 多亏了他 他才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 为此他送给卢曼一份南部前线的地形图 希望他能平安退役 事实上 他还有坚实没有说出口 他想追随卢曼这样的人 但是没了左手的他连飞机都打不了 更别说给他带来价值了 迈克自卑地离开了 看着手中的地图 卢曼微微一笑 尽管他早已让卢卡斯提前将情报收集好了 但对方的好意理应值得被尊重 与此同时 在南部前线的第一防线 守城的士兵突然发现远处杀出了大批士兵 而他们正是赫克托尔王国的派出的工程部 另一边 卢曼已带着他的手下来到了第五防线的预备队中 此刻毛弹像是个跟屁虫一样跟在卢曼身后 这次他的舅舅刻意将他与卢曼分到一组 为了的就是让他们搞好关系 然而毛弹还没想好该怎么开口 驻地就传来的嫡系警报 赫克托尔王国正式向开罗宣战 此时第五防线的城门已被攻破 虽然第一防线是最先遇袭的 但面临沦陷危机的却是第五防线 只因这里曾被称为贵族天堂 身为负责人的布鲁斯男爵也指挥中宝斯囊 可以说第五防线是最容易被攻破的地方 站在城墙上的布鲁斯此刻已经慌了 他嘴上喊着让士兵们坚守岗位 自己却掉头跑了 另一边 卢曼在收到警报后立马带领手下赶往第五防线 根据他从卢卡斯那里得到的情报 南部战线的军力普遍落后 不仅兵器老化严重 连士兵们的思想都沉浮落后 可以说是毫无占领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预备对驻地距离第五防线还有两个半小时的路程 自己必须抓紧时间 否则第五防线将不复存在 可他刚走到半路 就迎上了逃跑的布鲁斯指挥官 他命令卢曼先不要管第五防线 要立刻护送他离开这里 卢曼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带人过来 布鲁斯当场怒了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一个预备队也敢对我如此无礼 卢曼眼神一冷 看来我不需要你的回答了 说罢便一把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看来你是抛弃了自己的士兵独自逃出来 依照军阀 你知道我该怎么做 布鲁斯一脸惊猛 可不等他开口狡辩 他的头颅已经飞上天 将配件收回 卢曼看向远方淡淡说道 加快速度 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到第五防线 一人一箭一坤八 杀的敌军叫嘎嘎 在处决了第五防线的指挥官之后 卢曼带着他那30名清军杀到了战场 并在危机时刻救下了 正在顽强抵抗的副指挥官史蒂文 关于史蒂文的资料 卢卡斯早就整理好交给了卢曼 卢卡斯对他的评价是 他是第五防线唯一具有利用价值的人 卢曼告诉对方 如今指挥官已死 现在第五防线的指挥权 将会交给他这个副指挥官 他询问对方打算如何守住这里 如果他也认为没有希望 那么卢曼会以预备对负责人的身份 带领大家撤退 史蒂文眉头紧锁 他告诉卢曼 如今的情况对他们十分不利 但如果要撤退 那么敌军就会得到更有优势的地理位置 在五个防御线中 只要赫克托尔占领任意 就能确保补充兵力的畅通无阻 一旦这样 日后必将会成为持久战 所以他们必须用铁栅栏死守这里 绝对不能让敌军破城而入 卢曼点了点头看向远方 既然如此 那就由我来争取时间 你立刻安排人去安装铁栅了 此话一出 史蒂文愣住了 这么危险的计划他居然答应了 可还不等他继续开口 卢曼的清兵就赶了过来 在听到卢曼下达全员出动 拦截敌军的命令后 所有人没有半点犹豫 这音乐让史蒂文直接没开耳朵 这些人为何如此中心 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丝的害怕吗 就这样 卢曼带着他的清兵杀了出去 喷涌的鲜血加上敌军的惨叫 让卢曼感到兴奋 一箭破伤风 两箭箭祖宗 当卢曼一人杀到五十人的时候 克克托尔的人终于意识到了恐惧 城门处不再有人往前冲 而是拼命地开始后退 看到这一幕的指挥官一脸猛力 在破门的那一刻 他还确信胜利一定属于自己 可如今的情况却让他打到差 突然 卢曼的身影出现了 他只是用膀胱看了自己一眼 指挥官立马抖炉筛汤 玩犊子 那不是斗魔卢曼吗 他怎么朝我过来 难道他是想灭了我 这个男主真牛逼 只是用膀胱扫了一眼敌军手里 立马将对方吓到斗炉筛汤 卢曼很清楚 擒贼先擒王 当敌方指挥官人头落地的那一刻 敌军就会瞬间沦陷 所以刚杀到城外 卢曼便将目光锁定到了 对方的指挥官身上 一人一箭冲杀上去 对方也看出了卢曼的意图 立刻下令全军出击 面对围攻上来的嘎嘎军 卢曼当即发动天魔剑法第二时 紫黑色的剑气如大势泼墨般挥洒出去 大地瞬间被劈出了一道深渊 这萤雾直接下滩了准备上前的小拉达 卢曼纵身一跃来到指挥官面前 指挥官此刻已经害怕到忘记拔剑 就这样 卢曼轻松砍下了对方的头颅 站在高处 卢曼提着指挥官的头大声喊道 开罗王国的士兵们都给我听好了 敌军首领已被我打下 如果你们打算放敌人一条生路 那么日后他们一定还会与我们为敌 所以今天就算我方兵力有损 也要将敌人赶尽杀绝 卢曼的豪言壮语把墙头上的矛弹给惊住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舅舅让他和卢曼保好关系 战斗很快就结束 失去指挥官的赫克托尔士兵纷纷落花而逃 卢曼和他的士兵们成功守住了第五隆线 而且他的三十名清兵无一人死 卢曼下令让所有人使用药水进行疗伤 听到这的史蒂文愣住 卢曼口中的药水是魔法产 哪怕是最低的等级 价格也是十分昂贵 怪不得卢曼的这群清兵如此为他卖命 看来他们追随了一个让人心甘情愿的证据 这一刻连他都有了一丝想要追随卢曼的想法 这时卢曼走上前来询问他认不认识了解前线的士兵 史蒂文有些诧异 战斗部都已经结束了 不 战争才刚刚开始 随后 史蒂文给他带来了一名叫做科比的士兵 并表示他会为他带路 卢曼询问他如何能快速抵达敌军后方阵地 科比刚指出一条小路 卢曼就表示这条路需要两个半小时 太慢 科比愣住了 他怎么知道路程花费的时间 莫非他对南部前线有一定的了解 他询问卢曼 既然他知道路线 为什么还要找人带路 卢曼表示 他只是以防万一提前搜集了一些情报 但并不是十分了解 所以想要找一个当地人带路 科比有些错误 一直以来 贵族们来南部前线都是为了安逸 但卢曼却不同 如果这次他能帮自己 那么南部前线一定还有希望 十分钟后 几人敲定了前进路线 可就在众人准备出发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冒了出来 哟 这不是麻辣毛蛋哥吗 不知道你来这里是有何贵感 曾经嚣张跋扈的麻辣毛蛋 如今静殿的毕恭毕竟微微懦懦 他希望卢曼今后能带他一起玩 他再也不恐 卢曼提醒他 跟着可以 但不能妨碍自己 否则他会毫不犹豫的事 说吧他便带着亲兵出发 然而他们还没走出多远 就发现了一名受伤的士兵 对方声称南部训练营遭受了攻击 希望卢曼能够救救他们 卢曼眉头紧皱 训练营的士兵跑到这 说明这件事至少过去三十分钟 看来赫克托尔王国在计划攻击五个防线的同时 也下令进攻了训练营 难道说这些都是他们的声东机器策略 想到这 卢曼立马下令掉头前往训练营 此时在南部训练营 现场只剩下麦克一人苦努的坚持 虽然他有点武力 但失去了一节手 根本不是小嘎嘎们的对手 就在他绝望地以为自己要死的这种事 小嘎嘎身后的围墙突然炸鱼 卢曼缓缓地走了出来 但这一次 卢曼并未痛下杀手 而是使用武林中的点学法升情了几天 清点完战场 克里斯向他汇报 这次南部训练营只有五名幸存者 指挥官贝尔自决战和敌人打斗中受伤逃进了山 而现场他们只抓住了十二名敌 其他人在攻击完训练以后就离开 至于其他的信息 被抓的十二人没有一个开口说 卢曼让克里斯守在门外 他要看看这十二个人的嘴究竟有多一 来到牢房 卢曼淡淡开口表示 他只给他们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能回答自己的问题 他可以让他们毫无痛苦地死去 否则 他不介意使用一下呼吸 对于卢曼的话 小嘎嘎们仍旧选择嘴 甚至还有些不息 很快三分钟的时间过去 既然没人回答 那就别怪我了 卢曼一手点在一个小嘎嘎身上 对方发出杀猪般的哀嚎 卢曼淡生开口 这一招我称他为分金错误手 你们体内的肌肉和筋骨会移动错误 而你们也会在痛苦地慢慢死 我知道你们都受到了拷问训练 但这样的质问 我敢打扶 你们一定没有体验 看在同伴痛苦的表情 一个小嘎嘎慌了 你以为这样对我们就会有结果 就算我说出计划 你们也无几本事了 此话一出 卢曼突然阴森地笑了起 呵呵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 从一开始我就没指望你们会说实话 我只是好奇你们是何种犯 看来我之前的推克是对的 你们真正的目的在于后方阵里 既然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 那么是时候送你们上路 半年前他还是一个人人看不起的神 如今摇身一变进城沙发古乱的狠 在处决了十二名猪虏之后 卢曼从迈克口中得知 南部训练营是在两个半小时遇袭 那群人全都是轻装上轴 指挥官脸上有多数伤感 结合这些信息 卢曼猜测对方是赫克多尔王国的两者 他们的首领同样适合 喜欢将战场上留下的八痕作为勋章 迈克十分不理解他们为何要攻击南部训练 不应该是占领有力高地攻击最远方 可他们却相反的移动到了后方 并选择攻击者 卢曼向他解释 因为南部训练营是前往后方阵地上的唯一军事阵 所以他们不得不这样 赫克多尔王国不过是在掩人二 攻击最前线的防御线也不过是障眼法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后方阵地的传送 没错 传送门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模仿 赫克多尔王国对这次的战争十分有信心 所以他们必定会攻占后方阵地的传送 那岂不是要马上去支援后方阵地 不 太迟了 卢曼告诉迈克 拦截部队是在一个半小时前离开南部训练营 从时间上来看 他们已经占领了传送门 而且到现在为止 他们都没有收到后方阵地的支援请求 如今前方防线有敌人 后方阵地也有敌人 现在包括他们之内 南部前线所有的病例都被包围了 可以说 他们现在需要在无人支援的情况下谋求生路 与此同时 占领传送门的拦截部队 打开了与赫克托尔国境的通道 为了这次的计划 他们策划了一整年 在这一年期间 他们在南部前线展开了48次挣扎 并利用探子在后方阵地挖好的地道 随着传送门亮起 一个满头乌黑红发的男人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是恭敬地跪了下去 而他正是赫克托尔王国的王子 也是策划整场战争的主播艾德温 可他并不知道 他的完美计划中出现了一个变数 那便是德米特里的长子 卢曼 与此同时 卢曼向第一防线的指挥官发去了魔法攻击 他十分明确地将赫克托尔的计划说给对方听 并希望他们能尽快放弃防线 带领士兵隐移到山里 然而对方却是一脸的不服气 自己守成这么多年 哪能轮到一个预备队的矛头小子来指挥 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表示他有自己的判断 不需要卢曼费心 卢曼也没有废话 直接挂断了通讯 既然如此 除去第五防线的兵力 剩余的地方一并抛弃便是 之前还尊都甲都的第一防线指挥官 如今却集成了热锅上的卡拉米 仅仅四个小时 他们就被前后包围了 如今就算是从南部前线最近的地方派送兵力 至少也要半个月的时间 指挥官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现在他们必须坚守城市等待支援 可就在他鼓舞士气的时候 城墙处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 定睛看去 竟然是魔法武器燃光带 随着火球一个接一个的落下 指挥官这才想起卢曼的钟道 然而为时已晚 第一防线沦陷 爱德温缓缓走入城内 他命令手下将反抗的士兵抓起来 以此作为与开罗王国谈判的资本 虽然自始至终他的计划都在完美运行 但他总有一丝不祥的等局 而就在这时 手下突然来报 第五防线的指挥官死于战场 爱德温眼神异冷 立马让手下带他去见船消息 来到病房 一名从第五防线逃回来的士兵告诉爱德温 起初他们的工程十分顺利 但后来对面出现了一头恶魔 一不杀十人 十不杀百人 即便是气力歧视也无法有其精神 对于参与那场战争的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一场恶梦 爱德温眉头紧撞 听说开罗王国出现了最年轻的榜单人 看来一定就是他了 他让手下汇报第五防线的情况 杰克森告诉他 第五防线已经没有了开罗士兵的踪迹 看样子是逃到了山里 他询问主军是否追击 爱德温白首表示拒绝 如今南部前线已被战 接下来也该到了和开罗王室谈判的时候 此时在开罗守护 国王丹尼尔一枪怒火无处宣泄 如今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 其他的三大贵族居然还没到 没错 开罗的国王并没有独自决定的权 只有在手握中权的贵族 全部同意的情况下 他才能动用兵力 在无能咆哮了一会之后 其他的几个贵族慢悠悠地来到了会议室 对于赫克托尔越过国境线这件事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既然打过来 那就派兵解决就是了 可当他们得知传送门被占领的消枪 立马就变了话锋 四方势力互相推诿 纷纷指责是对方的错 而就在这时 爱德温发来了魔法同学 他表示 他的要求 他会将南部前线所有的人质全部处 赫克托尔因为连年欠收导致国库亏空 而且还长时间未能偿还黄金钱庄的利息 所以这一次 哪怕成为万人土 爱德温也要实施自己的计划 否则赫克托尔王国的百姓将无法生活下去 可以说 这次的战争 他赌上了国运 丹尼尔应该是最憋屈的国王了 敌人打到家门口 他却没有权力调动兵力 更让他窝火的是 之前为了平分权力而争斗的贵律 现在尽为一个赶之声 既然这样 那自己也没话说了 赔钱吧 反正大家也没意见 可话音刚落 亲近瓦尔哈拉派险丹佛伯绝利努开口反对 他表示南部前线有卢曼南 据他得到的消息 第五防线已经在卢曼的带领下 成功防御了一波进攻 如果他能改变局势 开罗还有胜算 可话还没说完 国王丹尼尔和贵族派的本意就不乐意 卢曼在墙也是一个人 终究敌不过敌人的千军万务 况且他是开罗的人才 他们更不能冒险让他在前线作战 单活淡淡扫了众人一眼 看来他们还不知道卢曼真正的实力 他之所以清楚也是因为他属于阿尔哈拉派 卢曼是具有四星以上实力的人才 绝对是可以改变战争的变数 不过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他也没必要将这个事实说出来 他笑领音的表示给他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内南部前线没有任何变数 到时候再按照赫克托尔的要求据 与此同时 在南部前线的第一防线 战争残留下来的大火还在燃烧 赶来麻辣毛弹一脸惊骨 他扭过头就要逃离这 对他来说每人没酒加美食 才是他追求 去当战争英雄 根部不存在 可还没跑出两部班 一柄长剑就沦在了他的脖子上 别说话 跟我走 来人正是卢曼的属下克里斯 他带着毛弹来到森林深处 这里有卢曼提前建好的秘密基础 所有从第一防线就回来的士兵 都被安置在这里 毛弹一脸震惊 后方阵地都已经溶陷了 为什么还要建这种东西 克里斯眼神硬 让他不要废话 建立营地是为了保护有军 并防止敌人上山 如果他是敌方的人 刚才怎么就没命 此时卢曼正在最前线 享受杀戮的快感 克克托尔虽然占领了第一防线 但却派出了三只小费 清理开罗的残兵 只可惜他们全都成为了 卢曼的剑小王 第一防线的副官 布兰特被救了下来 他询问卢曼接下来想怎么办 虽然他知道卢曼是个了不起的建设 可两国开战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负责 卢曼告诉他 事情并非这样 克克托尔虽然拿下了南部战线 却没有继续推进 这就说明他们没有余力持续战斗 他们之所以发动战争 是想解决本国的经济危机 只可惜他们忽略了卢曼这个变词 既然他们敢拿国运当务 那么卢曼必定会让他们知道 华尔为什么这样 这是被称为工程神器的魔法场 有了他的加持 克克托尔很快攻破了第二防线的强调 这对艾德温来说都是意料之中的事 唯一的变数就是第五防线的失败 还有突然出现了鲁曼 据逃回来的士兵 他的武力超乎人的想象 艾德温也不确定 他有没有能力与他所有的兵力靠 就在艾德温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手下突然来报 负责清理第一防线残兵的三只小队突然失联了 艾德温心头一惊 怪不得之前他就感到不安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鲁曼 看来他已经赶到了第一防线 回到银帐 艾德温越想越困局不对 杰克森看出了主人的困惹 表示卢曼只不过是计划中的一个想变数 如果太在意 会导致攻城失败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卢曼这个数字 而是要集中于攻陷其他的阵地 然而艾德温却一口否认了他 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毁的计划 他下令全员放弃攻打第二防线 全力搜寻卢曼的身影 夜晚 所有的兵力集结在第一防线附近的山脚下 杰克森虽然不理解主军为什么这么在意一个数位 但他相信对方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随着艾德温一声令下 士兵们对整座大山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夜幕下的卢曼才是真正的恶魔 此刻正在搜寻的山中队队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周围的手下就突然消失不见 反应过来的他立马掏出了口上 可他还没来得及吹响 卢曼就已经抹了他的脖子 借助夜色 卢曼如同幽灵一般穿梭在丛林之中 每一次出手都会带走一个小嘎嘎 这种久违的感觉让他感到新人 随着一鸣兵同伴的消失 负责搜山的小嘎嘎们心态已经崩崩 可他们又怎会知道 卢曼在前世中就已经学会了暗王的武功 那是一门利用黑暗来进行刺杀的技术 卢曼曾用他夺去了38名高手的性命 他更是被人称为鬼影 如今这群人竟然敢在漆黑的夜晚上山 卢曼必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这个男主真牛逼 仅是一人就杀的敌军潰伏成军 借助夜色 卢曼如同幽灵一般收割着敌人的手机 这鬼魅的行为让小嘎嘎们以为遇见了鬼魂 赫克托尔骑士团的汤普森惊恐地将此事汇报给爱德温 收到消息的爱德温眉头紧重 汤普森是气力见识 和普通人相比 他拥有更加敏锐的感官 可现在却连他都无法察觉出来 他十分确定对方遇见的不是魔法 虽然有能让人变成透明的黑法术 但所有的魔法都需要时间恢复 不可能持久使用 他让汤普森稳住阵腿 他马上派兵支援 汤普森信了他的鬼魂 可他同伴却一个接一个地死在他的面前 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 卢曼缓缓从黑暗中跑出 呵呵 你一定如果发现了藏匿于黑暗中的敌人 就一定能够打败对方 你还真是天真啊 难道你真的以为看到了我 就能轻易将我制服 卢曼戏谑的声音让汤普森感到愤怒 他大叫着冲了上去 可只是一个照面 他就被砍倒在地 尽管身负重伤 他还是大喊着对了 企图他们能够听到前来支援 看着地上咆哮的汤普森 卢曼诞生开口 别叫了 没用了 我已经用神力将声音隔绝 士兵们是听不到你的声音的 卢曼朝着汤普森后被捕了一箭 随后拿起了他的通讯器 对面呢 你应该听见了吧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国家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计划 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向南部前线发动运功 企图用战争来解决你们的经济危机 但现在的问题是 你们的计划被我识破 收手吧 继续打下去 你们连三个月都冲不过去 听到声音的爱德温一脸凝重 片刻后他回应了卢曼 你说的一点没错 为了摆脱困境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种决定 这次的战争关乎整个王国的命运 即便是靠死去同伴的尸体攻击 我们也不会退缩 请你转告开罗王室 如果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我就会在此地散步尸体 让这里变成死亡之地 记住我的名字 我是赫克托尔王国的王子 爱德温 为了救活百姓 无论是什么是我都会去的 卢曼眼神异冷 对方的名字他听说过无数次 不同于他那个无能的父亲 爱德温是他们王国的中心人物 也是公认的天才 可他竟然敢威胁自己 卢曼拿起长剑猛的刺向脚下了汤姆森 犀利地惨叫通过通讯器 传到了爱德温那里 你到底在干什么 呵呵 我只不过割下了他的昆巴而已 那你不如杀了他 就算是敌军 为什么要如此折磨 呵呵 你的反应倒是十分感情 我对赫克托尔的理由不感兴趣 既然敢威胁我 那就没有资格要求我 所以我劝你不要被我抓住 我是绝对不会留下活口的 现在开始 就算你们选择认输撤退 我也会追你们到天涯海角亲手处决 你也记住我的名字 我是卢曼德米特 如果你选择誓死抗战 那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见面了 当爱德温发出威胁的那一刻 这场战争就注定是不死不休 挂断魔法通讯 卢曼并未着急复仇 而是使用树枝与石头 向自己的轻军感是合为神力 并传授给他们的一门前世中的武林匿迹 正法 在正法的加持下 卢曼的手下变得如同鬼魅一般 杀得敌军胆战心惊 尤其克里斯 自从大战事之战以后 他就已经成为了全新的人 原本属于武林十大高手的剑术 也在他身上重现威能 除他之外 还有一个被称为怪物的坦 另外 卢曼手下的两个光头 战力同样不逊色 就这样 卢曼将自己的轻军分为四个队伍 同时在不同的场所进行猎杀 此时 克克托尔的人已经被杀怕了 他一度以为卢曼的队伍里有魔法师 否则不可能同时进行作战 听到这的爱德温眉头紧皱 他很清楚 这绝对不是什么魔法 虽然魔法卷轴可以使多人同时移动 但那种东西都由魔塔严手管理 像南部前线这种松散的地方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而且他坚信 这里一定也不可能存在高阶魔法师 因为比起气力剑士 魔法师的存在更为珍贵 而他们大多都属于中立团体魔塔 魔塔活动于整个大陆 身外就有神力的人 任谁都想加入魔塔 因为那里是知识的宝库 身为魔法师就必须选择魔塔 虽然爱德温很想前去一探究竟 但眼下的情况还不是最佳时机 他要等卢曼亲自掉进自己的陷阱 与此同时 卢曼那边刚刚斩杀了一名士兵 对方就得意地笑了起来 卢曼还没反应过来 他的眼前就亮起一门绿光 没错 这正是为了锁定卢曼位置 而使用的人工爆炸品 绿色的光片粘在卢曼身上 让他在黑暗中无所遁形 然而他们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黑暗中的死神哪怕躲出黑暗 他仍就是死神 高端的猎人往往都会以猎物的形态出场 赫克托尔士兵使用的绿色爆炸物 虽然暴露了卢曼的位置 但这也为他接下来的屠杀创造了一件 在清理完一拨人之后 杰克森赶快 身为四星骑士 杰克森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榜单之内 外部人只知道他是拦截部队的手里 却不清楚他的真实实力 但这并不妨碍卢曼斩杀他的决心 双方快速冲杀到一起 仅是一个交锋 就让杰克森同口俱阵 剑锋上传来的力量震得他呼口巴马 此刻他终于明白 卢曼根本就不是传闻中的三星骑士 他的实力甚至在自己之上 堪堪躲过卢曼的一间 杰克森快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 他毫不犹豫地吹响哨子开始谣人 很快 听到哨声的士兵围了过来 但卢曼却在此刻笑了起来 看来你们还没搞清现状 你们真的以为这种碎片可以束缚住我吗 卢曼虎居一阵 附着在他的身上绿色亮片 凤属对于杰克森还未从震惊中回过出来 卢曼已经快速闪现到了他的身后 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真的可以抓住我吗 不过杰克森已身为拦截部队的队长 既然出现在这里 那就说明你们的王子身边现在空无意义 听到这的杰克森瞬间反应过来 可他刚回过头去 卢曼就已经消失不见 该死 王子现在有危险 大家赶紧追过去 此刻卢曼正在急速地飞驰 他很清楚 想用少数兵力结束战争 最快的方法只有杀掉敌军的指挥官 如果能确定爱德温所使用通讯器的声音 就一定能找到他的位置 很快 卢曼便找到了山脚下的大路 三下五除二解决所谓 卢曼直逼爱德温的银杖杀举 可当爱德温看到卢曼时 脸上却没有一丝的惊讶 卢曼心头一惊 对方体内的神力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难道是魔法师 没错 爱德温的真实身份正是一名魔法师 炽热的火焰朝着卢曼写去 弹绕魔法拔地而起 但这并不能拦住卢曼的剑脱 可就在他斩破束缚再次杀下爱德温的时候 一道金色的剑盲网敢朝他袭来 休想伤害王子 这股气力让卢曼感受到了威胁 他停下攻势举剑格挡 定睛看拒 对方竟然是榜单第二的五星气力骑士布特勒 果然 为了将自己拿下 对方已经做好了万全子 爱德温 你真是个优秀的老六 这个男主真牛逼 竟以一己之力同时对抗四星法师与五星骑士的攻击 爱德温的锋刃魔法与布特勒的剑盲 几乎在同一时间吸向卢曼 面对这无法退避的局面 卢曼紧握长剑 双筒迸发出无比妖艳的子狼 两股力量近身的瞬间 卢曼完成格挡与横斩两套动物 但身为近战骑士的布特勒并未放弃进攻 犯着金光的铁剑再次发动二等攻击 危机关头 卢曼快速收件格挡 但这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 并不能挡下五星骑士的进攻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 卢曼负伤半跪在地上 纵是想破入头 他也没猜到爱德温是个魔法师 甚至还带来了一个伪装成士兵的五星骑士 不过这种站在死亡边缘的感觉 却让他感到无比心态 布特勒一脸震惊地看着卢曼 他也没想到对方能挡下他与王子的合力一击 而且对方仅才二十多岁 照这样下去 等他到了自己的年龄 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怪 爱德温见布特勒还在发呆 大叫他赶紧再次发动进攻 然而这一次他的话还没说完 卢曼就一起身杀到了他的面前 天魔剑法第三式 发动 恐怖的剑气直逼爱德温而去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布特勒快速闪身挡在爱德温身前 卢曼清脆一口鲜血 不愧是五星骑士 竟挡下了自己的天魔剑法 不过自己在动用了两次剑法之后 体力也快要耗尽 他看向爱德温冷冷开口 今天的事情你们都给我记好了 如果下次再与我相遇 就别忘想像今天这样侥幸存活 说吧 卢曼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之中 此刻爱德温的脸都黑了 整个军团被这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甚至动用五星骑士的力量 都没能留下对方 还险些连自己也栽在他的手上 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度自信 爱德温陷入深深的自主 他为逝去的士兵举行了谎葬 并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手下看不下去 求他振作起来 看着众人誓死如归的眼神 爱德温重新拾回信心 而就在这时 杰克森突然说出了一个 足以改变战局的策略 那便是与同为开罗王国为敌的 克罗诺斯帝国结盟 以一己之力击退一整个国家的兵力 卢曼虽然没能杀掉爱德温 但也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为此他将前线的兵力 全都集结到后方阵地 打算与其展开持久战 此时在开罗王室 收到敌军撤退消息的众人 全都激动过 唯有丹佛伯爵一脸担忧 若是卢曼真的在那种困境下取得胜 那么将来他必定会成最危险的敌人 国王丹尼尔接通了前线的魔法通讯 但让众人意外的是 对方竟是麻辣毛弹大人 本尼伯爵一脸诧异 询问对方卢曼去了哪里 毛弹告诉他 卢曼大人需要一点私人空间 而他又是现场唯一的贵族 所以就由他来汇报前线的战管 为了能够讨好卢曼 毛弹不仅事无巨细地将战斗播成复述的意义 还在夸大其词赞扬了卢曼的音乐 这番话让卢曼的一些手下都听不下去 知道了前线的详细情况 丹尼尔决定往前线输送兵力 挽回帝国的尊业 其他的三大贵族也纷纷响应 只不过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另外一个算盘 那就是战争结束后 如何将卢曼拉到自己的阵营 挂断了魔法通讯 毛弹拿出一块肉干地给克里斯 现在卢曼不在 他想要和他的首相都搞好关系 然而克里斯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他警告毛弹 如果想要得到认可 就应该提升自己 而不是一味的吹捧主军 卢曼少爷需要的是可以抓住兔子的猎群 而不是指挥伸舌头的舔口 毛弹一脸无语 这小子还真是由言不尽 他转过头将肉干地给一旁的凯文 那个啊 你叫凯文是吧 需不需要一点肉干 与此同时 其他几大防线的指挥官收到协助卢曼的指挥 在得知卢曼仅平不到百人的兵力 就击溃了赫克托尔之后 第三防线的指挥官瓦西里顿时信心大增 他认为卢曼那个矛头小能做到的事情 他也一样可以做得到 于是他效仿卢曼曼的方法 对赫克托尔进行了突袭 但结果却是他们一个人都没杀掉 反而自己还搭上了下 不仅如此 赫克托尔在撤退到后方后 立马对兵力进行了整斗 并同时对第二三四防线展开了进攻 由于南部防线的士兵们长期处于安逆 赫克托尔很快就取得了全面胜利 直到这一刻 开罗王师才明白 他们之所以取得了一次胜利 完全是因为卢曼的胜利 此时的丹尼尔已经快要崩溃了 刚觉着自己硬了起来 却没想到只有三秒 而且现在最让他头痛的是卢曼联系不上 注意看 这个长得像小红的洞穴里 此刻正有一个大陆最强的男人在修炼 自从与爱德温交战之后 卢曼就一个人进入了这里 并让他的手下克里斯守在洞外 禁止任何人靠近 那次的战斗让他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现在的他还无法承受 魔法师和五星剑士的联合攻击 所以他必须要变得更强 才可以赢下这种战争 可他一待就是好几天 赫罗王室不断地发消息 让毛弹赶紧去找卢曼 可守在洞外的克里斯根本不管地区 他只听卢曼一人的命令 谁也不能进入洞穴打扰主局 就在毛弹准备硬闯的时候 卢曼自己走了出来 随后他从克里斯那里 得知第二防线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第三第四防线也已经沦陷 而且开罗王室现在已经乱成一团 听到这的卢曼立马让手下安排 他与王室连线 看到卢曼时 丹尼尔显得有些生气 他询问对方这几天都在干什么 如今前方沦陷 他就一点没有想帮忙的吗 卢曼淡淡表示 其实与赫克托尔的那次胜利 他也是紧性 他只不过是借助地形优势进行了反击 如今就算他帮忙 也避免不了其他防线的沦陷 赫克托尔王国为了这次战争豁出了信物 畏居榜丹第二的五星剑士参与其中 而且他还发现爱德温是名魔法师 众所周知 魔法师在平原地带能够发挥绝对力量 听到这个丹尼尔差点啥 这么重要的消息到现在他才知道 可想而知 整个开罗王国的实力究竟有多差距 不过开弓没有回头见 丹尼尔表示 他已经派兵前去支援了 希望卢曼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然而卢曼却表示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在开罗的主力部队到达后 他们最长只有三天时间 在那期间他们必须攻陷后方阵队 否则 赫克托尔定会和克洛诺斯帝国联手 如今想要破解这一困局 方法只有一个 那便是采取正攻的 对赫克托尔的部队进行全面进攻 与此同时 爱德温已经与克洛诺斯的负责人介绍了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争一触即发 卢曼做梦也想不到 开罗王国派来的支援部队 竟然是一群汪汪队 三支队伍分别有三大贵族派出 表面上是来协助卢曼 背地里却是来拉拢他的 卢曼有些怒了 他瞄得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这里都成什么情况了 还给老子玩这一套 见卢曼发火 三人也不再继续说些什么 眼下的人物还是先阻止赫克托尔的进入 然而三个臭皮酱加起来 还不如一块臭豆腐 争论了一天也没研究出个完美方案 卢曼不想耗下去了 既然这样 那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吧 次日 开罗王国的大部队来到了赫克托尔营地址 卢曼上前大声宣布 他要和五星骑士正面对决 如果对方胜利 开罗王国将会老老实实地 接受对面的提议 否则 他们就要立刻滚出开罗领土 听到这的爱德温一脸人重 并非是他不相信布特勒五星剑士的势力 而是他不相信卢曼会打无把握的仗 卢曼给他十分钟的时间考虑 布特勒上前请战 但却被爱德温拒绝 理由是他不想对方被卢曼算计上 可身为赫克托尔王国第一件事 临阵脱逃是他的耻辱 而且布特勒根本不相信卢曼能够打败自己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 爱德温答应了他的决斗请求 来到城门外 他戏谑地看向卢曼 活了这么久 我是见过不少疯狂 但还没见过你这么疯狂 不管你今天准备了什么陷阱 我都势必全力以赴 卢曼呵呵一笑 哪有什么陷阱 我只不过是想先杀了你 这番言论瞬间激怒了布特勒 他快速冲上前去与卢曼交通到一起 从一开始他就在疯狂地使用气力 为的就是速战速决 然而卢曼也不是吃素的 对方强劲的攻势 也只不过是让他感受到一丝压力 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上 从白草原打到了三位书 暴虐能量造成的余波 让围观的士兵们全都一脸震惊 尤其是开罗贵族派出来的三大天狗 卢曼带给他们的印象 只有除了震撼就只剩下震撼 怪不得自己的主子 一个劲得让自己拉拢对方 看来他是真的有两把刷 随着两人的交锋不断 场下的士兵欢呼着两个大高手的对决 众人都坚信自己阵营的那派战役 将会夺得最终的胜利 毕竟那就是他们心目中昂首以判断 但台上用尽全力的布特勒 却清楚地明白一件事 卢曼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曾经苟见了都摇头的傻子哨 如今竟让一名五星剑士感受到了压力 随着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布特勒的心态已经有些不稳 他举起扩剑发动气力爆发 然而这种剑士常用的实力发射 在卢曼眼里却满是弱点 这种技术虽然可以短暂地 让剑招爆发出常规的攻击力 但由于气力输出不均匀 这就导致武器上的力量分散 假如说剑刃的部分气力有120% 那么侧面的威力只有80% 只要能够观察出神力的走向 然后精准地打击在神力最弱的部门 那么卢曼就能轻松划解对方的攻势 此时赫克托尔这边的人 已经从惊叹变为了惊人 五星剑士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天花板 如今竟被卢曼打得节节败退 艾德温一脸阴沉 他瞄得难道这都是卢曼的陷阱 若是布特勒真的败了 那么赫克托尔帝国将彻底完毋 此时场上的布特勒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如果现在给卢曼留下独鹿 日后赫克托尔帝国必定会面临一头无法战胜的怪物 所以他今天必须全力以赴彻底解决卢曼这个疑问 随着布特勒双瞳迸发金色光芒 一个宛如烈日的火球出现在他的上空 这是他生平最强的招式 日记 至今为止 挡下这一招的也只有两个 炽热的火球朝着卢曼飞快吸去 所过之处催哭拉血 随着火球在卢曼眼中不断放弹 他意识到以自己目前的实力绝对接不下这一 那么现在要做的只有防御 在前世 他最强的防御招式便是铁块 漆黑的护照将他笼罩 在巨大的火球面前 卢曼的身影显得无比了解 但这种接近死亡的感觉却让他变得异常兴奋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起 周围的一切都变为了废墟 看着浓烟中的那道身影 艾德温彻底愣住 他居然没事 没错 卢曼的身前有一道巨大的沟壳 但他却毫发无伤 看着几乎脱力的布特勒 卢曼咧嘴一笑 纵身一跃跨过沟壳 此时布特勒还想要继续进攻 可耗费了大量神力的 他根本挡不住卢曼的攻势 他不由的震惊自己打了二十多年的掌 今天则会输给一个矛头鞋 可就在他分神的这一瞬间 卢曼一把抓住了他的面 紧接着猛的朝地上一水 一下就将他按在了地里 卢曼高高举起长剑冷冷开口 一切都结束了 布特勒 我会记住你的意志 这个男主太敌了 不仅武力碾压五星剑士 就连新颜子也是天花板级别的 在对布特勒痛下杀手的一瞬间 艾德温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毫不犹豫地朝着卢曼 打出一击魔法攻击 并下令全员出击营救布特勒 殊不知 这正中卢曼吓坏 早在大战之前 卢曼就已经从艾德温 火当士兵的行为中 拍到他是一个感性人 所以这次的决斗 他本意就没想过杀掉布特勒 而是要废掉他 并以此激怒艾德温 让他失去理智打开城门 不得不说 卢曼的每一步算计都很到位 城门打开的瞬间 卢曼当即下达总攻命令 当然艾德温也不是傻 在卢曼发起进攻的那一瞬间 他就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想法 可明知自己的判断是错误 他还是要救回布特勒 他知道赫克托尔帝国 不能失去布特 就像抖音不能失去强移 只要在敌军攻过来之前 就回布特勒并关闭城门 他们还有胜份 然而他还是低估了 卢曼的杀伤力 布特勒抬回来了 但卢曼也跟着杀了拐 此刻的他如同拿到了篮球的鸡 在人群中嘎嘎乱杀 如此英勇的画面 无疑是给开罗的士兵们 打了一阵鸡血 解决了城门口的人 卢曼终于见到了 这场战争的策划人艾德温 此时的艾德温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他费尽心血谋划的一切 全都因为卢曼混 他激进癫狂般 朝着卢曼催动魔法 火系木系雷系三道法术 一同发出 但却仍旧无法命中卢曼 当一个近战剑士 来到魔法师的身前 那么法师所有的优势 都将会变为烈势 站在艾德温身后 卢曼毫毫不犹豫地 挥出了长剑 酷吃一声 长剑贯穿胸口 艾德温一脸震惊 危急关头 是他他的手下将他推开 用身体挡下了卢曼的长剑 瓦尿顺着膀胱流了下来 艾德温绝望地大喊着 卢曼缓缓拔出长剑 抵在艾德温的脖子上 真是可悲 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 而就在这时 杰克森带着他的部队杀了过来 卢曼眉头一皱举剑 与其厮杀起来 趁着这个空挡 杰克森一把背起 艾德温拼命地逃了出去 随着一名名士兵倒下 艾德温的眼神充满了绝望 他带来的人几乎全部丧命于此 即便他能逃走又能改变什么 当最后一名士兵 即将咽气的时候 他低声祈求卢曼收手 这场战争他们已经输了 然而卢曼却是冷哼一声 我明明警告过你们 如果再次遇见 我必将赶尽杀绝 不要摆出一副 受害者的样子哭哭啼啼 记住 是你们招惹我在先 片刻后 大部队匆匆赶过来 当他们看到城里血腥的景象后 顿时呆愣在原地 上千具尸体堆积在一起 而造成这一切的只有卢曼一人 所有人心里都打了一个寒战 他们很清楚 经此一战 卢曼的价值必将冲天而上 而他们身后的贵族势力 恐怕无一人能够驾驭这把利益